你见过写书一时爽 穿书火葬场的吗 女作家穿越成了自己写的羞耻文里面的女主 这么多美男 哪里顶得住啊 她是庆国宰相苏中正的女儿苏苏 仗着父亲全大师大 专门欺男罢男 而且还极度懂她 从禁军统领到刺客之王 只要颜值再现 没有她下不了手 可称得上万人之下 万人之上 美男们不堪折磨 联合起来成立了苍浪茶会 将苏家扳倒 女主也美男们的疯狂抱不动死去 女主一口老血从口中吐出 我特么当时是脑子进喊发 写了个这么狗血的结局 不行 绝对不能按小说的剧情发展下去 我得想办法保住小便 一回头 一名一丝不挂的美男就躺在床边 女主瞬间鼻孔吞血 这是刚刚经历了血战 没体验到太可惜了 反过神来之后 女主立马认出眼前的美男 是敬畏军统领叶经济 叶经济一脸屈辱地盯着女主 苏小姐玩够了吗 你今日最好杀了我 否则来日我定要了你的性命 女主想起 这位叶统领是昨晚 被女主的狗腿子们用一样迷运 然后被霸王硬上弓了 女主刚要上前解释 结果脚下一滑 直接和叶经济来一个贴贴 叶经济一脸杀气 怎么 难道苏小姐还想没开二度吗 女主心里直呼握槽 这剧情不对啊 赶紧翻身下床 喊来自己的手下 狗腿子们上来就关切到 大小姐昨晚贴贴感觉如何 爽讽 女主瞬间延语 这小东西长得也太别致了吧 见女主不说话却一脸崩塌 狗腿子瞬间转换画风 看来她昨晚没让大小姐买 您稍等片刻 我来调教一下这不懂事的东西 女主内心直呼救命 不要再给我拉仇恨啊 扯开嗓子大喊 双双双 直接起飞了 身后的叶经济此时已经满脸飞鲜 闭嘴 女主一脸无辜的回头 我这是在夸你啊 冷静后跟手下借了一把刀 本想给叶经济松绑 不料狗腿子们进一副总和的样子 原来大小姐玩得这么大呀 狗腿子们纷纷一拥而上按住叶经济 老实点 叫大声点 你越叫 我们大小姐越兴奋 叶经济咬着牙 瞬间就不开口了 女主再度喷血阔防 老娘不是这个意思啊 当一穿越就有四个男人想要倒撕 你是什么体验 女主穿越成为自己写的羞耻小说的主角 开局就强压了男一号叶经济 女主为了保住小命 只能乖乖给叶经济松绑 对着他一脸谄媚 叶同理 今晚得事情都是误会 我们和睦相处吧 叶经济反手挪刀插在柱子上 今日之事叶某必将铭记于心 来日必有后报 女主彻底方化 完了 BBQ了 就当女主还在一梦时 狗腿子借机补刀 大小姐不要慌 拒绝你的男人多了去了 他像老姐 这你马是在安慰我吗 狗腿子们一脸明笑 时候不早了 大小姐要抓紧下一波行动 去天牢睡了被你陷害入狱的太子 狗腿子抬起女主就往天牢冲刺 女主给彻底整破房了 这这么是把我当成榨汁鸡了呀 画面一转 天牢之内 一心保命的女主写下血书 必是要向太傅表示畅度 达成和解 但是女主怕他 宰了只鸡代替了自己的血 要知道这太傅男平 可是出了名的腹黑多谋 是未来苍浪茶会的智囊担当 也是让苏家倒台的最颓获手 当女主见到太傅男平时 再次陷入阴谋 这你马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完全就是我的菜呀 男人长成这个样子真的合理吗 就算吴彦祖拿手机自拍 也没这么帅 女主彻底陷入歪歪无法自拔 弟弟 今晚一起开车吗 通宵这种 突然一杯酒里面泼来 女主瞬间清醒 一炉暖情香 一杯暖情酒 苏小姐的意图太明显了 狗腿死则是一旁打气助威 大小姐快冲 此事不贴 更待何时 又是你们这般狗腿子 女主笑领藏刀 三下午除二收拾掉了狗腿子 地上忏悔书 还请太苏大人原谅 原来这情香和情酒不是他的意思 太苏接过忏悔书一看 内心直呼卧槽 这行云流水 风俗易懂得闻 弹成行政公文书的态 这忏悔书是你写的吗 是的呢 还是用自己的血血呢 现在手指头还等着呢 大小姐真当我男某人好骗吗 请问苏小姐你是鸡精吗 了不得了 难道你还会长鸡毛 听闻大小姐抖大的字不是一个字 脸蛋倒在地上了都不知道是了一次 像你这样的千古大草包 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卧槽 这男人好毒蛇 可惊心老师有的一拼 若真是苏大小姐写的 那我可要敬苍天一杯了 别喝呀 那是暖情酒吗 太副原地偏射 双方尬在原地 突然太副南平一个飞身 两极反转 直接将女主压在身下 你见过这种一上来 就我贴贴他他贴贴贴我的剧情吗 女主穿越成为羞耻小说主角 开局就逼迫禁卫军统领业经济强行成长 而后为了保命跑到天牢像被他陷害入狱的男二号太副南平请字 不料太副上来就是一个贴贴 你要干嘛 老娘上面可是有人的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嘿嘿 现在在你上面的人不就是我吗 太副一口猛桌上去 动你又如何 这一桌的口感让女主感觉嘴唇像是被拔了一股狂 瞬间满脸飞线 女主气沉丹甜 双腿蓄力 奥利给 太副南平菊花一几 被强制开启闲者模式 从此江湖人称孤高战神 风俗点来讲就是没有什么乱用 回过神来的女主再度崩溃 这一脚直接把太副南平踢成了那大 得罪了这个腹黑心激动 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庆国城内 地名路人甲正在拼命呼喊 不好了 苏大小姐的马车过来了 城内男女无故闻风丧满 此时一位大爷站了出来 难警的 十二岁以下的男孩躲进东边的地角 十二到五十岁的青年去西边的山洞避难 五十岁以上跑不动的直接把屎给我护在脸上 小心你们晚节不保 看来女主是真的不挑 从十八到八是赵单全收 马车所到之处一片凄凉 女主这才体验了什么叫做臭名昭著 我真写书一时爽 翻书火葬场 下了马车 女主顿觉眼睛一亮 好气派的伏典 下人过来牵住女主的手 大小姐 今天我们要从巷子的大门 旁边的狗洞钻进去 这是什么鸡毛操作 没办法呀大小姐 老爷今天回府了 不能走正门进去 只能委屈您钻狗洞 当女主钻到一半十一抬头 我插脸 爹爹 你这个不笑 你还有脸回来 我舒服的脸面都让你丢进 成天就知道和男人贴贴 以成何体统 但当发现女主刘海上的333根头发 在今天断了一根石 顿时泪流满面 哪个天杀的感动我女儿一根头发 脑子直接把她薅成脱子 话说你女儿才是全剧最坏的boss吧 回到府中的女主回想着过去 当年妈妈因病去世 老爹独自将自己拉着长大 所以在写小说时 才把女主的父亲 写成了为高权重的财象 这样老爹就不用再对上四点头哈腰了 在这小说的世界 也是老爹最疼爱我 不行 我不能让老爹失望 从明天开始 我要借色见美男 全面开启闲者模式 当老爹的乖乖你 要我说这话 怎么听得就像屏幕前的帖子们 说要见女孩姐妹一样 八成是没醒 突然有人从背后用名 捂住了女主的嘴巴 当女主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在一座破庙前面 怎么会是你 假如你刚刚发誓要借色 就被未来男朋友 拉去逛窑子是什么体验 女主穿越成为符文小说的主角 以人形女太迪之名文明于世 当女主刚想让你回头时 却让之前被女主强行贴贴的 敬畏军统领叶荆棘继绑架到小破庙中 叶荆棘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大小姐 我们之间的账该好好算一算 叶统领 你还是那么帅 真是一见不认 如隔三秋 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少说废话 都是因为你 我叶家被污蔑叛国 满门抄掌了 我最小的弟弟叶洛英 还被当成歌机卖给了教方司 女主顿时五雷轰顶 我想起来了 小说里写的是叶家被污蔑通敌 叛国惨遭灭门 加上有人为了讨好我而推过住他 直接把叶家推入了地理 现在我就把你卖到黑梅瑶去 让你也体验一下 什么叫生不如死的待遇 黑梅瑶 就是那个每天要被几十个 大汉压迫干活的地方 不要碍叶同灵 我能救你的弟弟 什么 你能救我弟弟 那你打算怎么救 庆国的教方司也是我们俗称的影 那地方我熟啊 我是老客户了 教方司有分男兵楼和女兵楼 你弟弟要是被卖进教方司的话 一定是去了男兵楼 不过与我现在蓬头垢面的样子 估计进去也会被封出来 此时刚好有一对男女从教方司走出来 女主和叶荆棘赶紧凑上前去准备打劫装备 当女主看清出来的男女时 我雷个叉叉叉 大哥你这口味也太重点了 女装大佬你也赶上 这两坨壮硕的凶大弟 真的不会把你的门牙给磕掉吗 还有你这小宝贝长得也太有创意了 真是360度无死角的艺术感 话说你们基建的时候到底谁攻谁兽啊 就在女主还在拼命吐槽的时候 叶荆棘已经把小宝贝的装备给抠了下 真不愧是行动力超强的将军头领 女主换上装备后大步走进教方司 这个气场堪称小母牛做灯泡 牛逼闪闪 原来是苏大小姐啊 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 废话少说 今天我是来给叶家小少爷叶洛英捧场的 快带我过去 哎哟 苏小姐仪式不知道 牡丹公主对叶家小少爷早有意思 在叶家被抄家之前 已经跟我们预定了小少爷的手绣 您看要不要换一位呢 什么 叶家被抄家前就预定了 原来是这样 当然牡丹公主才是让叶家灭门的幕后揮手 丫登不是朝中大臣 为了讨好我而导致叶家灭门 叶荆棘一脸阴沉 若有所思 我不管什么牡丹公主 就算太平公主来了也一样 现在我就要见到叶家小少爷 立刻 马上 小二托于无奈 只能将女主带到叶洛英的房中 当女主撩开窗帘见到叶洛英时 我勒个叉叉叉 这姿势也太妖娆了吧 如果你是一个扶女 看到未来男友和他弟弟的阵影 你会是什么反应 女主穿越成为符文小说主角 因为沉迷贴贴无法自拔 害得男主叶荆棘被抄家 如今女主为了保密 只能帮男主解救他那个 被迈进一红院的弟弟叶洛英 当女主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见到男主的弟弟时 哎呦我去 你这姿势也太妖娆了吧 你就是叶洛英是吧 我是来救你了 现在就给你松绑 卧槽 不是说松绑吗 怎么这个绳子越绑越不对劲 花样还越来越多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职业习惯 不料男主的弟弟竟是天生的小奶狗 姐姐 你是来解救我的天女大人吗 哎呦呦 这臭弟弟还真是深得我情 男主突然将女主一把甩开 弟弟 你没事吧 看到这一幕的女主直接破 彻底陷入歪歪无法自拔 体内的扶女DNA蠢蠢一动 不对 现在不是歪歪的时候 我要赶紧开溜 男主突然一个死亡凌事 不是吧阿瑟 你想干嘛 丞相姆妹 大小姐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 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去投姐资金了 哦火 大小姐的身边怎么多了两个美男 我就说嘛 大小姐美男收割机之名 果然名不虚传 个鬼啊 他们两个是为了逃避朝廷追杀 才躲到我们苏夫人 现在我才是那只带宰的羔羊啊 下人们房门一关 嘿嘿嘿 我们就不打扰大小姐没开二组 女主刚要求救你 叶荆棘一箭刺来 你想要干什么 弟弟叶洛英鸟变户主小乃斗 哥哥不要伤害苏姐姐 混账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我们叶家会沦落至此吗 哥哥你们请自问 真的是苏小姐害的吗 自古飞鸟进梁宫堂 如果没有皇上给投 凭一个牡丹公主 又怎能扳倒你这个 镇守边疆的大将军 功高镇主 从来都是帝皇的大计啊 叶荆棘一脸阴沉 默默无言 梁亭之内 女主正在怀疑人生 苏姐姐不要着梁哦 这次真的感谢你救了 我们兄弟二人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话说苏姐姐还真是喜欢我哥哥 记得我有一次被你拖入想象的 你开口就拿千两黄金 要我协助你和我哥哥贴贴 现在想来还是印象深刻的 女主顿时平息 我说你这个园主 能不能干点靠谱的事情 那苏姐姐你现在还想和我哥哥贴贴吗 不要 不想 不可能 女主直接否认三连 那真的太好了 既然没法当我的嗓子 那就来当我的老婆吧 要不要试试和我贴贴呢 我逼亲娘来 这都是什么鬼啊 假如你是一个扶女 此刻你的未来男友 和他的亲弟弟同事向你表白 你会怎么选 女主穿越成为符文小说的主角 阴差阳错之下 就下了朝廷侵犯夜荆棘 和他的弟弟夜落影 面对这一只小狼狗和一只小乃狗 女主表示真的吃不消 乃狗弟弟脑洞清奇 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哥们 既然没办法当我的嫂子 那就来当我的老婆吧 反正都是进夜家的门 不亏 小老弟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都是进了夜家的门 不亏 好像是你不亏 不是我不亏吧 作为夜家最后两名男兵之一 我立志要让夜家重新开支散业 当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们第十八个儿子的名字 就叫方少语好 为什么男主姓夜儿 他的儿子姓方呢 因为这是我瞎变的 所以孩子他妈 我们的第十八个孩子的名字 就叫方少语好不好 就当女主还没从乃狗弟弟 清奇的脑回路中走出来时 狼狗哥哥随即杀道 我不同意 哥哥 我是真心喜欢苏姐姐的 既然哥哥对苏姐姐无异 而苏姐姐又不喜欢哥哥 那我为何不能追求苏姐姐呢 狼狗哥哥老脸一沉 老弟啊 我总不能把我一开局 就被这个女人强行贴贴的事情告诉你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成了我的弟兄 那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以后怎么做人啊 看到她的时候满脑子就是曾经的贴贴 看到你的时候就感觉你这头上绿油油大草原 都快可以跑马了 更过分的是你这头上的清清草原 还你马是我这个亲哥哥种下的 真是造念啊 不行 绝对不能让弟弟知道这个事情 弟弟 你别怪哥哥说话比较直白 因为你年纪 你没有经验 你不懂 这个女人的水很深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虚拟 你把握不住啊孩子 我不需要能够把握他 只要他愿意把握我们就行了 我弟娘嘞 这亲兄弟是要同时向我表白吗 是要我怎么选吗 这不是逼着我不把自己当人看吗 反正你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我不放心 弟娘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 什么鬼 什么叫做这样的女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再说现在是你们赖在我苏家不走的 不是我要进你们叶家 啊呸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就当女主和男主见法弩张的时候 一旁的丫鬟中途杀出 不好了 你们快藏起来 老爷要来查警了 什么 当你偷偷带两个男朋友回家时 被老爸发现 会是什么下场 女主刚带了两个男主回家 结果他老爹就来查房 不行啊 你们两个现在是朝廷侵犯 我老爹又是当朝宰相 被他发现的那就惨了 快 你们快躲到衣柜里面 卧曹 这姿势不对劲啊 快住手 你们是亲兄弟啊 你们还是躲在床下吧 为啥你们这姿势越来越立足啊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个金屋藏胶 我还有一个修身养性的密室 你们快躲进去 苏苏 有人告诉我你半夜带了两个男人回来 到底怎么回事 爹爹 你听我解释 看看你现在穿的这身衣服 坦胸漏背的 成何体统 平时骄纵你就算了 这次居然把男人带回家里 男人啊 家法伺候 先抽他三十鞭子 不要啊老爸 我真的是无辜的 苏大人且慢 什么 跳技将军 你为何会在小女的帮中 原来如此 苏苏 是你救了他们两兄弟吗 爹爹 听我解释 这是有原因的 老父亲看着叶荆棘和叶洛英 晨英片刻 说吧 你想嫁给谁 我那个叉叉 老爹 你这脑回路真的没有问题吗 你现在不是应该关心你女儿房间里 为什么会有两个朝廷侵犯吗 为什么突然就问我要嫁给谁呢 废话少说 快说你想嫁给谁 女主看向叶荆棘后 瞬间收回眼神 急忙用手指着弟弟叶洛英 我是为了他 叶洛英一脸娇羞 而叶荆棘的眼中 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幕 老父亲对着叶洛英一顿死亡引誓 啊哈 不错不错 这个女婿我很满意 话说贤婿啊 你和苏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 贴贴了没有呀 要不明天你们就拜堂成亲好不好 叶将军 小女和令帝成亲之后 咱们就是亲家了 此次叶家被恶人诬陷而遭受大骂 老夫必定会替你笑话上讨个功呢 叶荆棘刚要回答 弟弟叶洛英抢先一步 多谢苏大人相助 晚辈并不会辜负苏小姐 叶荆棘心头一颤 脸上难掩落幕之情 没错 男人都是这个东西 你给他的时候他不要 现在被别人拿走了又在这里移民 叶荆棘反手搂住弟弟 老弟啊 终身大事可不能而起 为叶家平反的事情我会想办法 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终身幸福搭进去 而一旁的老父亲却一脸移民笑 四十五入我下下个月就可以抱孙子 老弟 为什么直接就定亲了呀 我完全是个局外人呢 怎么没人关心一下我这个女主角的感受啊 画面一准 女主此时正不自在无碍怀疑人生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 苏苏 我有话跟你说 当你的未婚妻将要成为你弟弟的老婆 你会是什么反应 女主带了未来男友和他的弟弟回家时被老爹发现 不料老爹反手就让女主和未来男友的弟弟订婚 我说老爹 你为什么突然就让我订婚呢 而且还要为叶家兄弟平反 要知道想除掉叶家的可是当今的皇上啊 女儿啊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啊 爹现在已经老了 你以前四处惹事还有跌护人 可以后呢 你还是得有个男人 有个依靠 再说你以前四处狩猎美男 成天想着贴贴 现在连城里的公狗看见你都得捂着屁股逃乱 叶家兄弟以前可是名门忘物 要不是他们如今落难 哪里轮得到你啊 现在老爹先将叶洛英绑上这条贼船 等爹给叶家平反之后 他们想逃也逃不掉了 老爹先走吧 总之你成婚以后要恪守复导 不可再胡闹 就当女主还在回想老爹的话时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 啊 叶荆棘 叶荆棘上来直接一个贴贴 不行 我不允许你和我弟弟成婚 我的弟弟是我的 我不允许你这样的女人伤害他 我来个去 这话听得怎么那么符呢 什么叫做这样的女人 女主彻底爆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娘累死累活把你们兄弟救出来 现在还冒着被抄家的风险收留你 老娘不就是下药夺走了你的处男之身吗 除此之外 我还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再说当晚一直在动的人是我 老娘累得半死都没话说 还委屈你们呀 自知理亏的男主瑟瑟发抖 女主猛地站起 身上的衣服突然滑落 两个硕大的男 递前车灯发出耀眼的光芒 男主瞬间目光如炬 自动开启放大功能 看什么看 老娘波涛汹涌 疯完如炬跌宕起伏 还轮不到你来嫌弃 女主也含泪光转身离开 男主却是一脸酸楚 是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说这种让她难过的事情 男主上前一把抓住女主 你冷静点听我说 女主气沉丹田 拿出第三集剃爆男二的段子局存 再来一根 男主一脸痛苦 脑出的屠龙宝刀啊 好疼好疼 女主突然系上心头 我说叶哥哥 你当当是不是亲了我一下呀 你难道不知道亲亲是会让女孩子怀孕的吗 要是我不小心怀了你的种 那孩子生下来的是要叫你爸爸还是叫你婆婆 纯情小狼狗顿时五雷疯癫 轻轻 会怀孕 女主看着男主原地当机 哦 呵呵呵呵 奴家现在好烦恼呀 到时奴家要怎么跟孩子解释啊 画面一转 男主来到女主老爹的书房 爸爸 阿布 丞相大人 我想娶你的女儿 什么 纯情小狼狗到底能有多出情 女主欺骗男主 因为你刚刚亲了我一下 害得我现在怀了你仔 我本是要嫁给你弟弟 你让我现在怎么办啊 男主瞬间五雷轰 转身找到女主的老爹 丞相大人 我想娶你的女儿 女主老爹一脸惊讶 将军为何突然想要迎娶小女 还要入坠我苏家 丞相有所不知 摄弟虽然待人温和 但他的性子却是极为当烈 比起摄弟 我更了解苏苏 若日后摄弟发现苏苏真正的性情 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女主老爹一脸凝沉 也是 没有哪个男人忍受得了头上有一片青青草 万一叶洛英对苏苏做了错事 那老夫就追悔莫及了 再说我并非要入坠苏家 等丞相为我叶家平反之后 我定要八台大轿迎娶苏苏入门 女主老爹一脸暗说 这个叶荆棘容貌俊朗 才大气粗 又是曾经坐镇边疆的票级将军 定是苏苏的一个好归宿 叶将军既有此意 老夫定在一个月内为你叶家讨回功吧 在下明白 一个月后 再下定会迎娶苏小姐 此时的男主按下决心 既然苏苏怀了我的宰宰 我一定要对他们娘俩负责道德 我低清娘里 这么单纯的男主要是落在我的手 我高低给他生七八个同母义父的亲儿子 画面一转 女主在房中高声尖叫 只见女主下身血流成河 我低清娘嘞 我这不会是要死了吧 话说原主和叶惊喜贴贴的时候 也没有带将落死 难道真的是搞出人命后流产了吗 此时丫环焦桃走了进来 大小姐每月的魁水来的都很准时了 吓死我了 原来是我大姨妈来了 女主突然一顿眩晕 焦桃你快帮我叫个大夫 我好像生病了 小姐你先休息 我这就帮你去请医生过来 当女主昏昏睡去之后 丫鬟却再次来到床头 小贱人 你死掉才好 原来丫鬟焦桃心怀不回 看着女主老爹膝下无子 就想着勾引老爷后当个小妾 然后再生个儿子母凭此归 不料女主的老爹压根不等他 之后他便开始怠唤女主 不让女主学习刚常论理 强行给女主灌输男主思想 这才使得女主堕落成如今这般模样 你都堕落到这个地步 没想到老爷不但没有嫌弃 还给你招了一个如意郎君 这样下去老爷就更看不上我了 现在我再给你点一炉暖情香 只要待会你和医生住成大错 那你就算是彻底废了 到时只要借机上位 苏府就是我的天下了 此时门外响起敲门声 本以为来的是医生 丫鬟开门后一脸震惊 太富难平 这个丫鬟为了能够成功上位 竟设计谋害自己的大小姐 女主因大姨妈到访而昏昏沉沉 不料丫鬟转身就点起了暖情香 超强效力暖情香 直男来了也掰弯 只要成功让你染指医生 那你这小贱人将会彻底身败名裂 苏家迟早都会是我的天下 不料此时前来的并非医生 而是第三集中被女主一脚爆弹的太富难平 医生因害怕被苏小姐强行贴贴 所以叫本官先来查探一下苏小姐的病情 女主垂死定中斤坐起 太富难平 第三集中不是被我一脚爆弹吗 这货不会是来趁我病要我命的吧 丫鬟交逃也是一脸正经 这太富难平父非多谋 我谁都敢故弄 唯独不敢故弄这个男人 大小姐现在身体不适 要不太富把治疗的方法教给 奴婢替小姐治疗 你看起来也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我没有时间教你 而且你站在这里碰到我了 你还是先退下吧 贱婢 丫鬟内心一万匹羊驼飞奔而过 嘴里却只能说 对对对 那奴婢就先退下了 太富进门就觉得气味不对 又是这个暖情香 看来这个丫鬟真的有问题 此时女主已经情香发作一脸炒火 草包就是草包 居然这么轻易的让一个丫鬟给拿捏了 过来吧你 给我清醒清醒 太富难平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来这是想干嘛 太富一脸阴险 来这里我就想问你两个问题 你到底是谁 什么 难道他看出了我的身份 女主一脸冷汗 我不就是苏大小姐吗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吗 也罢 你是不是真正的苏大小姐不重要 此次我来是想和你做个交易 上次在天牢之中 你写的唱本书着实震撼到我 我想请苏小姐配合我 完成公文体制改革大业 至于你真正的身份 我自然会听你了 女主看到太富原来是有求于她 瞬间系上心筒 这个妈要容本大小姐考虑考虑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不过当务之急 要先帮苏小姐解决内忧外患 我就勉强牺牲一下我自己吧 太富一把扯下女主的腰带 女主瞬间破防 不要啊 此时丫鬟交逃正推着女主的老爹 往女主方向走去 老爷你快去看看吧 大小姐出事了 丫鬟转身之后却是一脸引起 等到老爷看到苏苏和太那不堪入目的场面 那自然对苏苏绝望后领 再说太富难平是老爷的朝中死 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当两人来到女主房前的时候 房内幕床嘎吱嘎吱的声音 让女主老爹瞬间飙写 丫鬟四肌推开房门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样收拾绿茶的画面真的太过瘾了 这个丫鬟为了能够上位 竟在女主的房中点上满情香 不仅如此 他还将女主的老爹拉了过来 就是为了让女主身败名裂 当丫鬟一脸开心的推开房门的时候 女主老爹瞬间凋血 此时女主和太富难平竟然在床上走 女家 老的一脸凝沉 难平大人 你为何会在小女的房中 爹爹你听我解释 因为医生不喜进入女儿的闺房 才委托太富大人替小女诊治 女儿现在已经浑身舒畅 太富大人的医术也真是了 女主老爹瞬间泪 女儿你可不能生病啊 你要是死了老爹也不想活了 此时我就想问一句 请问爹爹您还去女儿吗 要是您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去泰国给自己来上一刀 丫鬟健壮立马握住女主的手 小姐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真的担心死卢弊了 但他内心却在谩骂着女主 这该死的狗男女 居然没被迷药迷到 气死老娘了 女主反手甩开他的手 你内心大概不是这样想的吧 没有让老爹看到我丑太精湿的样子 你应该失望至极了吧 卢弊 卢弊不知道大小姐在说什么 嘿 真是明骚一朵 暗箭难防 你居然用暖情相算计我和太傅 要不是太傅及时提醒 我还真找了你的道 什么 你居然敢对我的宝贝女儿下这种手段 来人啊 将她拉出去打二十大板 看见诡计被识破 丫鬟焦桃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瞬间泪流满 老爷 焦桃身子骨弱 这二十大板会打死我 小姐你快救救我 我们多年来情通姐妹 您替我求求停吧 话虽这样说 但丫鬟的内心却没有一丝悔改 苏苏这个废物心肠软 我随便哭两声 她就不会为难我 真是聪明如我 女主反手就是一击耳光 打的就是你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会给人下药的姐妹 经历了这次发烧 我倒是隐隐约约想起来了 小时候每当我要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拿美男徒来诱惑我 还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你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还不顾我的恐惧 将各种男宠强塞入我的房中 你才是那个让我臭名昭著的元凶 原来是你 男人呀 将这个剑壁给我丢出去 不要啊老爷 焦桃还年轻 一定能给你生好多个儿子的 女主突然大喊 等等 嘿嘿 这个小贱人还是心软了 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让你死透透的 不料女主反手又是一巴掌 给你脸了是吧 我把你当姐妹 竟然想当我后妈 女主老爹再次累懵 女儿啊 爹爹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 此时下来来报 老爷 医生来了 女主瞬间一脸花痴 什么 全剧中最亮的亮仔医生要出现了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又放花痴了 女主因一妈到访而昏昏欲顺 但当听到全国最亮仔的 医生肖白情到访时 瞬间一脸花痴 当医生推门而入食 啊 就知道 这也敢说自己是亮仔 我隔壁村的二大叔 对面的王阿姨家 小女婿养的那条狗 长得都比他好看 小徒弟赶紧说道 师父可不能这样 苏大人也在 要正经一些 医生一脸不情愿地拿下面证 瞬间开启美颜功能 得低谁啊 这颜值也是没谁了 连直男都能掰弯吧 医生开口又是惊喜 成 女主和老爹一脸 这说的是什么鸟语 我师父的意思是 待见丞相大人 女主这才想起 当年为了凸显医生的神秘 把他人射写成了严谨一概 多一个字都不会说 但就现在这个说话的模样 简直贪苦观斗舍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医生一毒无双 是宫斗剧中的至圣法宝 如果能将他收入后宫 那简直就是开了一个外挂 女主一脸迎笑 医生瑟瑟发抖 医生突然甩出一个项圈 套住女主脖子 手指还牵着一根红绳 哎呀呀 医生快住手了 可不能杀了我女儿 大人不要当心 这是师父祖传的悬丝枕袋 师父这是在帮苏小姐枕袋呢 女主一口老血吐出 吓死老娘了 话说医生的这个项圈 看起来怎么这么严肃 有点像我和我女朋友 玩耍实用的道具 虚火 食谱 戒色 师父说你没事大碍 就是有点虚火上升 饮食注意点就好了 另外苏小姐要戒色哦 戒色 这是人话吗 这辈子都不可能戒色的 我并非天生好色 只不过是被丫鬟所害 如今我已经幡然醒悟 日后必定注重节操 女主话还没说完 医生已经带着小徒弟开溜了 看来女主好色之名 还是让人闻风丧了 突然一个男人将女主摟入怀中 你能不能消停点 生病了就不要乱跑了 叶荆棘 你干嘛 你脑子是不是瓦克了 没事关心我干嘛 男主将女主再起报起 瞬间一脸娇羞 谁说我关心你了 你看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以后还怎么照顾我们的子仔 女主瞬间五雷公 第九集的时候 我骗她说青青会怀孕 这会不会真的以为我怀孕了吧 放开我 这会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 就凭 我是你未来的夫君 你在说什么骚话 两个小时前 我不是才跟你弟弟平婚吗 我已经和丞相商议好了 等丞相为我叶家证明之后 我就带我弟弟娶你为妻 不过妈 我也不是心甘情愿要娶你 只不过是为了我们的子仔 好 既然你这么心不甘情不悦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女主一把掀开被担上的一胎姨妈 其实 其实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 什么 小狼狗一旦纯情起来能有多撩人 女主骗男主说青青会怀孕 刚刚被你亲了一下 我已经怀了你的宰 我可是你未来的弟妹啊 这是我已经和丞相大人说了 我将代替我弟弟娶你为妻 男主死鸭子子你 不过妈 我也并非心甘情愿娶你 只是为了对宰宰父子 臭老爹你居然一转身就把我卖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女主指着被子上的一胎姨妈 看到没有 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 男主瞬间五雷封顶 你说什么 孩子 没了 女主隐蔽上身 是啊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泄梦吗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 大家还是散了吧 不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女主借机疯狂甩播 还不是因为你连续折腾了我好几天 还让我淋雨着凉 都怪你也惊急 男主彻底陷入阴谋 竟然是因为我 我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哎呦我去 要我说叶将军 你也别走路着行军打仗 你平时有空可以学习一下生理卫生课 现在也不至于被坑成这样 实在不行 我可以把我那几个巨的种子分享给你吗 女主没料到这雷霆一击威力如此巨大 节哀顺变哈 你以后还会有很多小孩 不差这一个 不 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伤心 你是孩子的妈妈 孩子没了你肯定比我伤心 你要养好身体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哎呦大哥 我真是谢谢你了 你的老六的脑回路真让我吃不消了 话说这家伙也太单纯了吧 我得让他跟我保持距离啊 嘿嘿 我说大兄弟 要不我们咱们换个方式 婚约可以不变 但是你玩你了 我玩我了 咱们互不干涉对方生活 你三七四切我也不在意 每月你按时给我零花钱就可以了 苏苏 这才是你们真心话吗 男主一把甩开女主 孩子没了你居然没有一丝伤心 到头来还想着日后的花天酒地 阿贼 我伤不伤心也没有用是不是 呵呵 苏苏 你真的没有心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哎 我真是太愚蠢了 竟然还仔细考虑过我们的未来 现在看来 你不配 男主走后 你不配三个字 一直在女主的脑装回答 没想到他会这么在意孩子的事情 他刚刚经历家破人亡 现在又受了这么大刺激 我这个恶作剧是不是太过分了 话说他为了让我养好身体 还特意跑到京城最好的药店给我买 哈哈 老娘才没有那么圣母心 这样才好 早点跟姐姐保持距离 别一天到晚想爬上我的床 还用婚姻来限制我的自由 突然一阵剧烈的头痛吸烈 什么 这是圆主脑子里对于叶荆棘的记忆 十年相思 爱而不得 原来这股身体的主人 还有这样一段令人心疼的过往 就在女主气走叶荆棘之后 一阵剧烈的头痛突然起来 脑子里圆主关于叶荆棘的记忆 似乎在孤独的哭泣 十年前 贵为宰相千斤的苏苏 想尽人间富贵 此时她还只是个年仅七岁 体重150斤的猪猪女孩 由于宰相之女的身份 身边竟是些鳄鱼奉承的下人 直到有一天 独自溜出丞相组的苏苏才见识到人间醒 一群沙马特少年肆意嘲讽着女主 肥猪 大肥婆 丑女 大胖子 一系列的辱骂不绝于耳 关键时刻 年幼的叶荆棘帅气就成 两人的姻缘也就此萌芽 此时女主一脸花痴 这姐姐长得太漂亮了吧 现在的女主还男女部分 只要长得漂亮的就是姐姐 小子你是想要英雄就美吗 你赶过来我就割破她的脸 你们割吧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 沙马特少年一脸得意 哈哈 原来是个路过的菜鸡 就你那个样还装什么高了 话说小伙子你这发型 真是360度无死角的帅气 连我都心甘情愿喊你一声靓仔 只不过你这发型就是有点太让我出现 叶荆棘趁他们放松警惕时正想偷袭 不料女主反手一个过肩衰 随后一个飞身压下 机关靓仔惨遭太身压点 叶荆棘刚想夸你侠好手段 不料苏苏一个头锤 跟我回家贴贴吧 回到家的苏苏一脸花痴 幻想着与姐姐的幸福声 那一年 故乡的百合花就此盛开 当苏苏给叶荆棘宽衣解带时 卧槽 这里为啥有一个奇怪的把守 身可顶天 缩可入负 苏苏内心万马奔腾 那一年 故乡的百合花就此凋谢 当送别叶荆棘时 苏苏嚎嚎大哭 他们都说我试得胖子没人样 小傻瓜 你五官长得很好看 你以后多吃青菜多运动 等你瘦下来了我娶你 我叫叶荆棘 从此之后女主奋发图强 全力减肥 终于脱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美女 可由丫鬟焦桃的出现 将苏苏彻底拉入深渊 焦桃强行给苏苏灌输各种男丑思想 但苏苏进出各种风月场子 还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 男人最爱女人骚 在焦桃的一番教育下 苏苏最终堕落成为别人口中人 尽可夫的荡妇淫娃 而苏苏的内心 却一直默默地带着 叶荆棘回来兑现诺言 娶她为妻 十年之后 叶荆棘已成为 明镇边关的票提将军 而苏苏也终于等到了 再次相见的这一天 将军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按照焦桃教我的方法去 却不知为何 总是被人罢不知廉耻 可这又如何 焦桃说过只要我这样做 就能求得将军的欢心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叶将军 快接住我的绣球 我真的好痛苦 快救救我 带我逃离这里吧 当苏苏向叶荆棘 抛出这个等待了十年的绣球时 换来的却是叶荆棘的一顿能力 真的令我感到恶心 没想到将军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竟会如此让我痛彻心扉 从梦中惊醒的女主泪流满面 这就是原主关于叶荆棘的梦吗 没想到她的内心 如此深爱着叶荆棘 此时叶荆棘突然破窗而入 不好了苏苏 若应被牡丹公主围困在白马色 什么 牡丹公主 就是那个人尽可贴的女色魔吗 注意看 这个女色魔就要对小乃总下手了 女主方才一觉睡醒 男主突然破窗而入 不好了苏苏 我弟弟洛英被牡丹公主围困在白马色 什么 牡丹公主 就是那个好色程度与我齐名的荡妇荫娃吗 OK 干嘛把我自己给扯进去 话说这个牡丹公主心很爽嘛 为了得到美男不择手段 甚至让对方家破人亡 如果洛英被她抓去那就太危险了 牡丹公主现在没有把洛英抓回家吧 洛英跟白马色的主持关系很好 现在有主持护着 牡丹公主不敢放肆 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还废话什么 赶紧打滴滴去白马寺 女主拉着叶荆棘的手衣粉出足 背后的叶荆棘却一脸酸楚 没想到她这么紧张洛英 话说上第十三集的时候 你不是当说女主不配拥有你的爱吗 怎么现在就在这里酸溜溜了呢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画面一转 白马寺内 牡丹公主与叶洛英相对而做 洛英啊 本宫可是相当喜欢你 只要你来陪陪本宫 本宫一定潜散其他男女 牡丹公主一脸媚态 胸前一对硕大的LB灯十分晃脸 多谢公主厚爱 可洛英早已心有所属 是吗 心有所属 本宫倒想看看是哪位女子 是我 女主突然破门而入 洛英瞬间乃走上身 苏苏你怎么来了 牡丹公主一脸敌 哟 脱门清静之地 怎么来了你这俩扎的东西 女主二话不说 操起香炉就是一个爆扣 省省吧你 你个臭鲍鱼还好意思说 隔着屏幕我都闻到一股骚味 还是臭鲍鱼 OK 话说苏苏你胆子真是不小 净胆私藏朝廷侵犯 如果你把叶家兄弟都交给我 那我就全都没看见 女主微微一笑 这可不是什么朝廷侵犯 这是我爹爹为我选的如意郎君 此话一出 身后的叶荆棘怨念重天 女主一身冷汗 兄弟 救人要紧 可别较真啊 叶洛英你可知道这个苏苏是谁吗 你难道不知道他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吗 我只相信我的看见 据我说之 苏苏是个好女孩 女主顿时春心一动 穿越至今人人骂我伤风待遇 唯有叶洛英一人把我当成正常人 女主一把握住叶洛英的手 放心吧 姐姐罩着你 此时背后的叶祖王直接掀翻错台 问你妈 他都没有主动牵过我的手 老爸心里恐怕 话说此情此情怎么那么像我看过的一张狗 看那个人 他好像一条狗啊 此时方丈突然冒出 佛门讲究的是修身养情 你们分别对方说一句话 谁生气了算谁输 赢的人可以带走叶施主 成交 好吃不过饺子 最美不过嫂子 这个男人差点就要犯错了 就在女主和牡丹公主 因争夺男杵叶洛英而僵持不下的时候 方丈出来打了圆场 佛门讲究修身养情 你们对对方说一句话 谁生气了算谁输 赢的人可以领走叶施主 成交 嘿嘿 想要激怒苏苏真是太容易 他从小就是个玻璃心 骂两句就暴跳如雷 那我先来吧 牡丹公主瞬间化身电报红 你看你掌的那个B 保身上灯 老子就 够不够动 你敢给我冲一户年吗 呃 臭一点 没人 牡丹公主十六秒电报发完 不料女主气定神险 啊 就这 什么 你居然一点都不生气 这不合理啊 嘿嘿 老娘自从穿越过来之后 天天被人骂 现在老娘的脸皮已经是铜枪铁地 你区区两句话 哪里能让我破坊呢 话说现在轮到我们吧 来来就来吧 难道 难道本宫还会怕你不成 嘿嘿 悄悄告诉你 你老公真不错 他屁股上的那颗小红质超屁坦的 哪里 牡丹公主一口老血吐吐 好你的苏苏给我去死吧 居然勾引我的老公 话说驸马那个死鬼居然敢被套 气死老娘了 此时破坊的不止牡丹公主 叶家兄弟也是一脸憋屈 苏苏居然做这种事情 老魏 驸马只是我的小学同学 你们别想歪了呀 女主一脸得意 怎么样 现在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吗 本住持宣布 此轮比是赢得叶乃狗的选手 是苏小姐 话说苏小姐悟性极高 要不要考虑薛发为名 留下来继承我的一波呀 哪名 回到苏府 叶荆棘戳着叶洛英的小脑袋 你给我记住 你现在是朝廷侵犯 不要到处乱跑 哥哥 我知道了啦 叶洛英转身牵住女主的手 我只是听说苏姐姐病主 特地到白马寺求了一道平安子 苏姐姐你就不要生气了 我好担心你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了 女主瞬间破防 我终于理解复活的快乐了 像这样的小奶狗 谁不想养一个在身边天天住 他还只是个孩子 千万不要放过他呀 此时叶祖王再次上线 算了 我还是改名叫叶多鱼吧 话说此情此景 又让我想起了网上一张狗 看这个男人 他真的好像是一条狗啊 此时丫鬟来报 大小姐 老爷有事找你 说要你现在就到书房去 好嘞 苏英弟弟 你乖乖等我回来哦 看着弟弟一脸娇丘 叶荆棘回头一笑 此地不宜久留 洛英 跟我出来一下 画面一转 竹林之中 洛英 从今以后你别再和苏小姐来往 他喜欢的人是我 为什么 哥哥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 因为你哥哥我的清白之身 就是被苏苏给玷污了 而且他还还上了我的孩子 什么 自己深爱的女人 竟然要成为自己的嫂 这不就更刺激了吗 就在女主开始喜欢上弟弟叶洛英后 叶荆棘将弟弟叫到一边 洛英 实不相瞒 我和苏苏已经发生过基础之亲 他还怀上了我的孩子 所以你以后还是不要和苏苏来往 小奶狗炉遭五雷轰狗 什么 苏姐姐已经成为大嫂了 与此同时 毫不知情的女主还一脸开心 老爹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苏苏啊 今天牡丹公主回宫校房上走吧 说你在白马寺受到佛祖点误决定归衣服 现在庆国上下都在劝我让你剃毒出嫁 什么 我才不要当什么泥铺啊 女儿你放心 爹爹已经帮您想好了退路 只要您马上承清怀孕 其他人就都没话说了 阿贼 老爹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吧 不过老爹说的也对 尽快澄清总比被抓取当泥骨的好 不过叶荆棘这个人 殷勤不定又五分高强 说不定还有家暴倾向 直接pass掉 还是我的洛英可爱 小奶狗软糯可爱又听话 简直可以让我肆意蹂躏了 嘿嘿嘿 画面一转 女主前来探望叶洛英 下人战战兢兢 叶少爷还没睡醒 还请大小姐改日再来 我这两天都来了三四次 每次都说她在睡觉 难道叶洛英是朱金转世吗 这么会睡 不对 三番两次都不肯见我 她是在刻意避开我 女主破门而入 叶洛英你给我出来 叶洛英一脸虚弱 苏姐姐你怎么来了 洛英你怎么了 你是生病了吗 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快把医生紧过来 叶洛英深情地看着女主 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苏苏是她难以割舍的 我没事的 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好 我叫下人给你做饭 我就在旁边看着你吃饭就可以了 洛英 她是你未来的大嫂 你别再和她来往啊 大哥叶洛英的话在岛中一闪过 叶洛英的内心止不住的颤抖 不用了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 叶洛英一把将女主推开 女主一脸惊热 这是怎么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天下的男人都一样 昨天对我那么温柔 现在又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不对 难道昨天叶洛英对洛英说了什么吗 女主突然一阵眩晕 叶洛英一个飞身将她扶住 这么大的人了 走路还反抑过 女主双手一甩 要你管 每次遇见你都没有好事 不料叶洛英竞进化身普姓男 以前对我百般追求 现在对我爱里不离 你这招欲擒故纵完得六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注意你个鬼啊 你听听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 叶洛英突然上前稳住女主 不如其来的一稳让女主能再忍 什么 哥哥和苏姐姐竟然 普姓男到底能有多普姓 就怕你看完会大跌眼镜 男主叶洛英突然吻上女主 我知道你在对我欲擒故纵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结婚吧 叶洛英他女主被他拒绝后伤心 偷偷跑出来寻找女主 不料却远远看到眼前的这一名 什么 苏姐姐和哥哥居然在公共场合如此情 看来苏姐姐是真心想嫁给哥哥的 话说我心里到底在期待着什么呢 叶洛英转身离去 此时的女主也被叶洛英亲得十分烦躁 快放开我 女主顿时化身小眼猫 朝着叶洛英嘴唇一口咬下 这一口直接把亮仔咬成了大树 话说这牙印还真像是性感的小朋友 叶洛英一脸补信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醒醒吧你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叶洛英伟委屈巴巴 干什么打我 女主反手又是一巴掌 这是我的一场噩梦 打醒你了你就不存在了 叶洛英突然将女主一把推倒 接着就是霸王印上空 你觉得这还是梦吗 女主刚想反抗 叶洛英反手将女主一把制服 接下来的画面人无呆意 姿势复杂 剧情无聊 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看 所以就帮大家跳过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没有进去 女主突然大叫一声 过靠 话说你的设定不是禁忆西冰山美男吗 怎么动作会这么熟练 此时大灰狼摇着尾巴 那你到底答不答应结婚的事情 放心吧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听说白马寺的事情已经闹到公众了 人人要你去当迷宫 为了洛英 为了叶家 也为了你 目前嫁给我是最好的方法 我知道你的需求很大 只要你想要 我愿意化身人形打妆鸡 日日打妆 绝不矿工 女主眼里透着绝望二子 我狄青娘里 这到底是什么虎狼之词 都说没有根坏的田 只有累死的牛 但遇上叶荆棘这头猛牛 估计连地球也得让它翻过来啊 女主实在拗不过叶荆棘 成婚肯定不行 但是订婚还是可以的 没问题 都听你的 我们先说好了 订婚只是权宜之计 等这件事过了我们就解除婚约哦 可以的 都听你的 就怕退婚之后 你的明节又要受损了 女主一个相洒转身 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已经无所谓了 此时夜惊急一脸坏笑 退婚 到时候可不是你说了算了 画面一转 女主来到老爹的书房 老爹 我和他商量好吧 暂时先不结婚 但是我们先订婚可以吗 这太可以了 真是佛祖保佑 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了 女主一脸无奈 那就拜托爹爹了 我先撤了 此时女主老爹灵光一闪 不对 刚刚苏苏是说要和谁订婚来着 你们听清楚了吗 狗腿子一脸聪明 林老爷 刚刚我看到大小姐在竹林里面 和叶将军大吵了 加上近日大小姐对叶家二公子 格外关心 所以和大小姐订婚的人 一定是叶家二公子 原来如此 你们马上出发 去办理苏苏和叶洛英的订婚典礼 和未婚妻羞羞的时候 被集体围观是什么体验 这位大哥已经射死了 就在女主和叶金集协议订婚之后 苏福也开始张罗订婚典礼 此时女主一脸生无可恋 这几天都快被这群丫鬟烦死了 天天都让我选订婚的东西 神啊 救救孩子吧 叶金集突然推门而入 苏苏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嘿嘿 你不是说要对我负责吗 现在就是该负责的时候了 订婚的东西就都交给你了 荒荡一声 两个丫鬟能在远离 叶将军怎么是你 小姐的订婚对象 不是叶家二公子叶洛英吗 刚刚说什么 你家小姐的订婚对象是谁 将军饶命 我也是听说的 小姐此次的订婚对象 是您的逆体叶洛英公主 叶金集瞬间超级赛亚人附体 直接抱起 你们出去 苏苏看情况不妙直接开溜 就没必要走吗 我们应该好好聊一聊是吧 叶金集直接开启红眼模式 话说现在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苏大小姐 女主被吓到彻底模糊 苏苏 你实话实说 我是不会生气了 我信你的鬼 就你这一脸和善的样子 我估计你连我的粉选在哪里都想好了吧 这是真的与我无关 我也落英是清白的 是吗 那你是怎么和丞相说订婚的事情呢 女主回忆起当天和老爹的谈话 卧槽 那天我好像真的没有和老爹说订婚的对象是谁 哈哈哈哈 好吧 或许这是大概可能也许是和我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 女主瞬间脚顶抹油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叶金集一个闪现 女主直接撞在叶金集的胸头 讨厌啊 你真的好硬哦 老卫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这话说出来能播吗 快起来吧 地上梁 我要着梁了 女主刚要起身 不掉脚下一滑 顺手扯下叶金集的腰带 一股纯洁的佛光瞬间映月眼眠 佛光之中 一个秃头少年针坐在两个布袋之上摇摇晃晃 女主瞬间瞳孔放大 这这这真的太壮观了 女主颤颤微微摸起一块板端 事到如今 我只有自晕谢罪了 叶金集一把接住女主 苏苏你没事吧 话说大哥你现在是不是没穿布子了 这个姿势是不是有点奇怪了 为何你和我在一起总是会受伤 苏苏你就不能安分一点了 老二你也安分一点 铁支门上面那句台词 你们真的听懂吗 就在叶金集想要将女主抱起来的时候 太傅男婷和医生肖白青突然推门而入 听说苏小姐就要订婚了 我们前来贺喜哦 此时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优屁也想不出怎么起用 太傅双眼瞪得像铃铛 我说大哥你这也太猛了 青天白日就开整 有床不用还直接采用地面战术 666啊 你知道什么叫做进退两难吗 女主现在知道了 当太傅和医生看见叶金集光着屁股抱着女主的时候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外部的前几日苏承向向皇上立保 叶家不会躲逼 当朝廷上下都要苏苏去当尼姑的时候 他却又突然宣布订婚 原来订婚的对象是叶金集 看来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不一般 太傅一脸名笑 叶将军不愧是酒精沙场的猛将 真是百闻不如一剑 果然很猛 叶金集回头盯着太傅男婧 我记得苏苏也曾经对他下过手 看来是情敌 小狼狗立刻抱紧女主宣誓主权 我和未婚妻在家中做什么 怎么做 就不劳太傅费心了 两个情敌四目相对 气氛瞬间变得胶着 叶洛英从门外冲了进来 不料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幅世纪名画 哥哥叶金集光着屁股坐在地上 一脸茫然地看着叶洛英 话说这可爱的小小屠还真是平台 哥哥 你可不能这样欺负苏姐姐啊 此时叶金集一脸黑线 话说你们能不能出去让我穿好裤子些 画面一转 女主缓缓睁开双眼 我这是在哪里 这熟悉的触感是怎么回事 女主定睛一看 我擦嘞 叶金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会又穿越了吗 到底是我睡了她还是她睡了我的 不管了 先留为敬 女主准备翻身下床 结果一回头 我狄亲娘里 叶洛英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真是禽兽不如啊 居然对天使小奶狗 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话说他们俩还是亲兄弟啊 天理何在 天理何在啊 此时女主才真正体会什么叫左右为难 进退两难 女主翻身下床准备开溜 不料一个回头 过了个大草 你们这是男上加男啊 过瘾 实在过瘾啊 太妇男平突然拉住女主 怎么 你还想往哪里跑 叶金集叶洛英和医圣也同时苏醒 四人像蟒蛇一般将女主团团缠住 接下来的画面由于人物中毒 场面混乱 生死力竭 我知道你们真的不爱看 所以我们跳过 哎呀呀呀 不要啊 女主突然从梦中惊醒 吓死老娘啊 原来是一场春天的梦想 女主睁眼一看 救命啊爸爸 家里有男人啊呀呀呀 老父亲飞奔而来 一把撞开四个猛弹 女儿啊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啊 心 累 师父说苏小姐是心思欲竭 加上过度劳累 这段时间要好好让她静养一下 老父亲再次破坊 都是爹爹不好 订婚的事情就先放一放 爹爹不催你了 老父亲转头就好 爹爹这就安排人去给你买补品养身体 不要啊老爹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啊 此时四个猛男一脸阴冷的叮着你 救命啊老爹 不要啊 未婚妻被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膜 作一口 这种感觉到底有多虑 女主一梦惊醒后 爹荆棘一脸心疼 苏苏你没事吧 要不要吃点要休息一下 不料弟弟叶洛英 直接挡在哥哥前面 苏姐姐你先喝口茶吧 洛英你终于愿意和我说话了 真的太好了 女主不顾众人眼光 原地撸起了小乖狗 一个字 真他娘的爽 此时叶荆棘一脸无奈 将拿在手中的不要又偷偷藏了回去 这里不得不为叶荆棘说句好话 虽然小狼狗有点霸道 但是他却是那种甘愿偷偷扑出的类型 还是很暖心的 此时医生一脸明蒙 算 小徒弟立马会议 师父你是不是很想加入他们 医生姚姚同 朋友妻 小徒弟一脸懂了 不客气 我打死你的龟孙 师父你不能因为我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而杀人灭口 救命啊 叶荆棘再次宣誓主权 你们在这里吵到我娘子休息 你们全部出去吧 喂 谁是你娘子啊 我们只是假订婚 假订婚懂吗 太夫突然灵光一闪 原来如此 订婚只是权宜之计 若是我能帮苏苏脱困 说不定他会把申论公文双手奉上 苏小姐 如若你想躲过出家一截 我倒是有个妙计 太夫一把拎过医生 实不相瞒 萧白卿除了是医生之外 还是天下道门的供主 掌管七国之内三万道怪 只要你拜入他的门下成为道理 佛门的人也不会为难你了 女主哐当一声立马跪下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有托 气名 师父说既然是太夫所托 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儿了 太夫一脸假装正经 这样的话苏苏就不用和叶荆棘并滚了 这样我日后上门讨要生论也比较方便 没错 一切都是为了生论 话说太夫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都不好意思领过的 你就是馋女主的生日 下见 女主端来热茶一杯 师父在上 徒儿给你净茶了 乳玉学医 还是学赌 我想学赌 女主心想 我又不是圣母 干嘛要学医 还是学赌自保比较好 医生突然轻弹一下女主的论后 过 师父是说他很喜欢你的答案 学医者必先自保 就在女主还在得意洋洋的时候 医生一手托住女主下来 对着女主就是一气失吻 旁边的三个兔王直接炸锅 好小子你究竟在战什么 一吻过后女主满脸炒火 丹 杜 师父说这是道门弟子 才能读下的秘丹 有百毒不清之效果 师父也曾经给我度过丹 杜丹一定要用紧吗 不可以拿给我吃吗 话说医生你有没有刷牙呀 小徒弟扭扭捏捏 单度还需要刷牙吗 我倒是比较喜欢师父的原味 话说师父的舌头超厉害的 我说你在这里害羞个什么鬼 还有你这口味也特重了点 小徒弟瞬间被醋王的拿捏 闭嘴巴 救你话多 此时下人突然破门而入 不好了 牡丹公主带着敬畏军 来给大小姐强行剃毒 什么 四男共护一女是什么体验 女主直呼太过瘾了 就在医生收下女主为徒的时候 下人突然破门而入 不好了 牡丹公主带着敬畏军 要来给大小姐强行剃毒了 什么 又是这个牡丹公主 叶荆棘一把牵起女主的手 苏苏跟我走 我带你杀出去 女主放心一动 叶荆棘 太妇南平突然抓住 女主的另一只手 你想带她去哪里 杀出去 只要有我叶荆棘在 谁也别想动苏苏一根汗毛 叶荆棘你这个蠻夫 外面全是敬畏军 凭你武功在高墙又能护她到几时 镇守边关的时候 比这凶险的情况数不胜数 我自有十分把握 大不了我就用一生去守护苏苏 你个胆小鼠呗 你个无谋蠻夫 叶荆棘和太妇针间对卖蠻 现场火药位十足 苏苏再次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这都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能不能先别拜托 女主一把抓住小徒弟 师兄这里你身材最为娇小 拜托你赶快到宫中 给我爹通通报信 快去 小徒弟瞬间化身飞鼠侠 从窗户飞出 师妹第一次有求于我 我绝不能失败 此时牡丹公主破门而入 来人呀 把那个女人给我抓过来 让她跪在本宫的脚底下戒指 孙弟 禁卫军立马将女主团团围住 叶荆棘飞身互助女主 你们给我滚开 一圣抽出飞针一把甩出 苏苏你和洛英待在原地不要动 这里交给我处理 哥哥小心呀 女主一个回头 男平你也太不要脸了嘛 这里是老弱妇孺专做呀 你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 本父可是智囊 当然不用打打杀杀 转眼之间 禁卫军以全部被叶荆棘和一圣甘藩在底 牡丹公主一脸怒气 一群废物 苏苏你这个小剑人我手刺了你 住手 我看谁敢动我家苏苏 四位男主一同护棋 这场面真是男友力爆跑吧 牡丹公主突然从袖中放出一股迷雾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就乏 那只能玩点冰招了 迷雾将众人团团围住 医圣大手一挥 破 迷雾瞬间变成一股浓烟 瞬间冲至整个房间 苏苏你在哪里 叶荆棘一个回头 女主正抓着她的手 叶荆棘 我害怕 抱紧我 我这就带你离开 叶荆棘抱着女主一把跳出窗外 此时女主却一把缠上叶荆棘的脖子 苏苏你要做什么 死鬼 这还要问吗 我想成为你的人 女主伸手探进叶荆棘的领导 手指肆意挑逗着叶荆棘右边的小绿豆 叶荆棘一把将女主揉入怀中 对着女主就是一顿深情的失吻 今日你竟然如此主动 你是愿意嫁给我了吗 迷雾中只有你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我已经下定决心成为你的女的吗 那就来吧 让我们共复生命的大和谐吧 这位女主居然可以同事驾驭养个男人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在叶荆棘抱着女主跳出窗户之后 我想成为你的女人 那还等什么 就让我们共复生命的大和谐吧 叶荆棘正要扯下女主腰带 女主一把按住她的手 死鬼 男人就是这么猴挤 人家想要先亲亲了 叶荆棘一口猛捉上去 这柔软的口感 这香甜的滋味 真的让我难以自拔 女主一把推开叶荆棘 先让我缓一缓 这可犹不得女 我要亲得让你此生难忘 画面一转 屋内身中迷烟的叶洛英一脸慌张 哥哥你在哪里 苏姐姐你在哪里 小奶狗慌张的乱跑 突然一头撞入女主三十六底的怀中 小奶狗看四下无人便深情告白 苏姐姐我再也不想失去你了 我知道我不该打扰你哥哥 但是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做你一辈子的奶狗 女主将叶洛英一把搂入怀中 有洛英这句话 我已经此生无憾了 当迷烟逐渐散去之后 事情的真相才映入眼前 身中迷烟的叶洛英陷入幻觉 对着一株盆景深情表白 而一旁的牡丹公主 则是骑在小太监身上兽性大法 来吧小宝贝盖你弄 话说你裤裆里怎么空空如也 没个劲儿用 看清情况的女主一脸问好 师父他们这是怎么了 钟 换 师父你是说刚刚的烟雾是你制造的 吸入烟雾的人都产生幻觉了是吗 如此可教也 女主突然想起 刚刚师父为自己服下的密单 真的能借白 真是厉害啊 不过话说太妇男婷跑到哪里去了 女主回头一看 太妇 刺激啊 太刺激了 我真的会泻啊 此时还让幻觉之中的叶金吉 依旧对着太妇一顿很多 要知道叶金吉可是逆罚伤口的干事 男婷一个若姬文官在他手里简直 毫无招待 莫逃 压根催不动啊 苏苏 你的嘴唇好冷 你的口水好甜 你的口气好臭 不过我好喜欢 太妇男朋友被叶金吉连对膝肝 女主体内的仆女DNA蠢蠢不动 当场也显示 大负贵 赶紧点赞吧 各位 想什么呢 当夜荆棘睁开双眼时 太妇男婷已经濒临窒息 过来个亲娘 太妇男婷你个臭不要脸 居然对我做出这种事 你真是太不知廉耻了 话说我的苏苏呢 我去你大爷呢 你刚刚在迷雾中抱起我就好 出来外面直接对我就是一顿捧桌 脑子裤子都差点让你给扒下来 太妇男婷被恶心到直接变形 两人回想起刚刚香烟的一门 顿时口吐彩虹 此刻地球上有两位靓仔 对美好的人生逝去了笑话 非非非都是误会了 那是刚刚师父放出的迷烟 才会放夜荆棘产生幻觉 原来是这样 都是幻觉啊 两人瞬间变得和谐有来 当两人再次四目相对时 噢 恶心死我了 看来这阴影算是落下了 这短短的几分钟 估计要用一声去治愈 此时女主老爹推门而入 甚至到牡丹公主还不快来戒指 什么 历史不可作孽 人见自有天收 就在叶荆棘和太傅 还在回味那一吻的滋味时 女主老爹破门而入 圣旨道 纵天承运 皇帝赵约 叶家世代忠良 现恢复叶荆棘将军一职 另外牡丹公主欺瞒圣上 诬陷叶家忠良 现经典为平民 拔其代苏苏削发为名 此后不得踏出尼固安当骨 亲此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一定是假传圣旨 欺君犯上 皇上真是心狠手骂 明明自己才是一切的幕后主使 丞相带百姓逼宫之后 就让牡丹公主出来顶罪 你们放开我 我是皇上的亲生姐姐 皇上不会这样对我呢 此时苏府外百姓熙熙攘攘 当叶荆棘走出苏府时 百姓纷纷向叶荆棘下跪 大家快起来 这是干什么 叶将军您受苦了 老将军老夫人的戴天之灵 终于能够安息了 我们一家都是叶将军 从匈奴手中救出来的 现在看到叶将军没事真的太好了 匈奴得知叶将军落难 又在边境蠢蠢欲动 还请叶将军重批战甲 带兄弟们上阵杀底 保家卫国 女主一把将战甲塞给叶荆棘 现在你官复原职了 我们算是两清吗 叶荆棘微微一笑 两清了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 叶荆棘批上战甲 意气风发 兄弟们 就让我们一起上阵杀底 是要横扫匈奴 保家卫国 女主看完男脸方性移动 虽然叶荆棘有时候太直男了 但她是个真正的男人 一身正气 精忠报国 是位不可多得的大英雄 此时府外的百姓 齐齐看向牡丹公主这边 你们要干什么 这个霍国殃民的妖父 真是恬不知识 居然陷害叶家中粮 看我不用鸡蛋砸死你 OK 一旁的百姓还在窃窃私 苏大小姐为了保住 叶家最后两条中粮血脉 竟然被牡丹公主逼得差点出家 虽说苏小姐平时做事荒唐 但国家大事上却如此一无法 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此时一盘的老爹 偷偷对女主打鼻的暗号 女主瞬间泪奔 老爹真是太伟大了 不仅解决了尼姑危机 为叶家讨回公道 还顺便借机为我洗刷名胜 爸爸我太爱你了 叶洛英也是一脸兴奋 太好了哥哥 我们终于为叶家证明了 多亏了苏姐姐 叶荆棘一把将叶洛英搂入怀中 是啊弟弟 接下来就看哥哥如何壮大叶家了 话说现在的情况不是兄弟情深呢 怎么这画面越看越不对劲 叶荆棘一脸严肃的看着女主 苏苏 我想正式和你商量一下 你是否愿意 一圣突然吹响一声口哨 上千道是突然从天而降 苏苏我有话对你说 师父你想干什么呀 狗急跳墙到底有多可怕 这个女人真的太危险了 就在叶荆棘再次向女主求婚事 一圣萧白轻一个口哨打断是吧 随后上千道人从天而降 道尊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请问道尊有何指示 一圣牵起女主的手 苏苏是我萧白轻的关门弟子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师姑 到门上下听他调解 女主一脸惊讶 这一下子给我提升了这么多等级 众弟子一脸震惊 道尊这个豌豆射手是进化了吗 居然一次性说完了一句话 竟然还只是为了介绍一位新入门的弟子 本门规定 新弟子要学习 到今一年 一年之内不准婚嫁 听清楚了吗 女主顿时一脸冷汗 一年内学习这么多书 这和坐牢有什么区别 此时小奶狗竖起耳朵 真的吗 还是洛英对我最好吗 此时叶荆棘一脸不爽 萧依圣半路劫不适合用意 本座给弟子传道授业 关你鸟事 太傅难平得是一脸音效 看来萧白轻对苏苏是欲加上心了 一旁的牡丹公主一脸难以置信 皇帝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可是她的亲姐姐啊 苏苏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 老娘不怕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皇上执事等的工作 只要有皇上在的一天 叶家旧 他的一声 太傅一擅子打在牡丹公主的嘴上 牡丹公主你竟满口胡言 玷污圣上清誉 你就不怕牵连族人吗 呵呵 太傅想要用族人的性命来威胁我吗 只可惜 族人的死活与我何干 牡丹公主抽出长剑一把坎下 苏苏你找个小剑人 今天我就要了你命 叶荆棘挥剑挡刀 一个用命 直接放牡丹公主摔了一个堵吃屎 可恶 老娘不会善罢甘休的 牡丹公主拎起叶洛英一把飞出 跳上屋檐后居高临下 全都不许动 不然我就杀了她 女主大惊失色 你想要什么都好商量 千万不要伤害洛英 牡丹公主一脸凝笑 一命抵一命 除非你上来当本宫的人质 没问题 我这就上来 老爹一个飞扑抱住女主 女儿啊 你可千万不能上去 老爹你难道要我见死不救吗 就算上去你也要带一个靠谱的人上去 老爹一手指向三位男主 不料女主一脸嫌弃 我要这个 大师兄就决定是你了 什么 三位男主一脸尴尬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三个都太强了 上去的话会让牡丹公主更加防备 所以带上紫霄师兄才是最靠谱的 女主转身看向牡丹公主 公主 我有点恐高 我可以带我的远房表力一起上去吗 随你的便 你可别耍花样 小心叶洛英的小命 当女主刚爬上屋顶时 不要牡丹公主迎面铺来一刀抬下 什么 注意看 这个牡丹公主要倒霉了 牡丹公主挟持人质上房接瓦 就在女主爬上屋檐准备交换人质时 牡丹公主突然一剑刺向女主 受死吧你这个小贱人 女主先是一棱 然后双手合十 百分百攻守接白刃 嘿嘿 没想到吧 此时叶荆棘从手中弹出一颗石子 将牡丹公主手中立剑击落 洛英你快跑 我看你往哪里走 牡丹公主死死掐住叶洛英的脖子 苏苏 现在就从这里给我跳下去 不然我就拧断她的脖子 事到如今也只能照她说的做了 至少能够拖延时间 就在女主准备跳下的时候 苏苏 不要啊 小奶斗泪流满面 苏苏 你和哥哥一定要好好在一起壮大叶家 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希望我能比哥哥更早遇见你 这个坏女 我跟你拼了 不要啊 荒荡一声 牡丹公主阴身落地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顿窟窿 而叶洛英此时被女主抓在手中 女主一手抓着叶洛英 一手抓着大师兄的裤子 我太难了 此时大师兄一脸便秉 卧槽 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 师妹我要坚持不住了 楼下三位男主一拥而上 苏苏小心啊 不要同时被牡丹公主乱倒 荒荡一声 三名男主暂时下线 我牡丹能被三位猛男同时压死 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此时大师兄一脸娇羞 讨厌了师妹 不要老是扯我下面了 你竹满脸黑线 师兄你这个小骚货能不能不要发骚了 都什么时候你还一脸小瘦的样子 话说你这屁股也太丝滑了吧 就在女主无力吐槽的时候 大师兄的裤子随机滑落 荒荡一声 女主和叶洛因安全着陆 此时心疼牡丹公主一秒 女主老爹飞奔而来 女儿啊你没事吧 担心死老爹了 爸爸不哭不哭 我没事 乖乖哈 四名男主一拥而上 苏苏你没事吧 女主的老爹直接被挤到天上 你们这群畜生啊 话说你们能不能关注一下屁股下面的牡丹公主 他都快被你们压成事的地方 此时门外的太监大喊一声 圣指道 皇上有指 宣苏苏入宫念圣 什么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 去吧闺女 只要有老爹在 圣上不会对你怎样的 太副南庭立马上前 在下正好要回宫处理事务 不如由我带你去见圣上吧 打灭 叶荆棘一个闪现 直接塔在二人中间 苏苏 还是让我陪你一平进攻吧 皇上刚刚为我叶家证明 我也要回宫向皇上谢恩 好的 叶荆棘回头瞪了太副一眼 两人的目光瞬间火光四射 此时太副的脸色却变得阴沉 难道圣上要对苏苏下手了吗 注意看 女主又要来祸害美达了 皇宫之中 女主三人正在殿外等候 公公突然上前传话 皇上宣苏小姐单独寄见 请二位大人在殿前等候 女主刚要起身 叶荆棘一把抓住女主 苏苏 念见圣上的时候可要小心 好了我知道了 叶老师对我保守保角 画面一转 公公将女主带到殿后的一座石桥边上 苏小姐请 女主此时紧张到瑟瑟发抖 虽说我是现代人 但是要见古代的皇上还是有点害怕的 一个声音突然从耳边传来 苏小姐 女主抬头一看 庆国的君主龙涵公赫然站在眼前 这一头飘逸的红发和一脸肃杀的神气 瞬间让女主眼前一亮 天啊 这人长得也太美了 能有这样的阴柔之美 怎么说也是个太监总管吧 因为女主穿越前电视剧看多了 以为穿龙袍的才是皇上 全然不知眼前这位美男就是庆国之主 嘿嘿 公公你好呀 请问皇上在哪里呢 皇上一口老血吐出 我特么长得很像一个太监吗 哎呀呀 公公你没事吧 怎么吐血了 没想到你的筋都被淹了 还有这么大的氧气 居然能把自己跌到吐血 话说你这是多久没见过你们了呀 大胆苏苏 见了朕居然不下跪 还想欺君犯上忙 女主框当一声膝盖着地 话说这一跪还真是倍感丝滑 嘿嘿嘿 实在是因为陛下长得太过俊敏 陈女一时情不自禁走了神 还望陛下恕罪 朕早已听闻苏小姐浪你回头 今日看来却并非如此 女主立马装出一脸憨批 哈哈 我现在已经浪不起来了 此时皇上一脸冷笑 苏中正老间巨华 他身上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宝贝女 当年母后安插焦桃在她的身边 表面上是叫焦桃去争宠上位 实际是为了让焦桃伺机下手 从手牵制苏家 不料多年的布局竟被他一眼识破 苏苏 你绝对不是现在看起来那么简单 今日就让朕来试探一下 皇上突然拧起腹体 捂住胸口一脸痛苦 哎呀呀 哎呀呀 皇上 这是怎么了 震得心急犯了 现在胸口脚痛 苏苏你快快就震 女主表面一脸紧张 内心却早已把白眼翻上了天 你的小子把我骗不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你有命 我信你个鬼 也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套路我 想要给我安上刺杀皇上的罪名 皇上突然一个飞身扑来 女主瞬间战术后影 直接挤出双下巴 横瓷是吧装病是吧 引力是吧 操 既然如此那我也 躺下 哎呀呀 哎呀呀 皇上 你把臣女也吓出心脏病 我也顶不住了 由于女主战术早已 皇上瞬间扑空 直接一头扎进鼓里 啊 我说兄弟你要不要这么贫 来人了 快来救驾 朕不惜水性了 不是吧阿瑟 我也不会游泳了 啊对了 我记得苏苏小时候试的胖蹲 从小就立大无曲 女主随即转身 将身后的柳树连根拔起 别问我这怎么可能 话慢话的那个说 这是十分合理 女主全身发力将柳树抛向湖面 皇上您快接住这棵大树 我不会让你淹死 厚礼谢 我真是谢谢你哦 荒荡一声 柳树正中皇上脑门 皇上一口老血吐出 为了避免我被淹死 而选择直接将我砸死 真的会泄 救命啊 杀了皇上啊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激情一幕 即将爆发 女主被皇上单独召见 不料尽一棍子将皇上砸入虎里 我清凉低气救老爷里 我把皇上给杀了 救命啊 殿前的叶荆棘心头异己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是苏苏 叶荆棘拙门而入 本将军有要是起奏 快带我去见皇上 此时女主已将皇上捞到岸边 皇上你快醒醒啊 怎么连心肺复苏都没有效果 眼看皇上就要隔屁 女主内心更是慌得一批 不是吧 难道要我给她做人工呼吸吗 不管了 要是皇上在这里隔屁了 那我们苏家也就要凉了 女主一把掰开皇上的大肪 当正要捉下去的时候 叶荆棘和太傅从身后飞奔而来 大胆酥酥 净胆玷污陛下圣体 不料太傅脚下一滑 直接推着叶荆棘飞扑而上 莫槽 还好老娘会睡 眼前的一幕实在太过刺激 三个男人的嘴唇在肆意的摩擦 空气中迸发出无限的激情 女主体内的仆女 DNA再次觉醒 十分nice 此时皇上也苏醒过来 太傅看完一脸行恒 皇上 臣就嫁来迟 受委屈了 臣的内心好疼疼啊 俗话说自古红蓝出CP 不是百合就是鸡 突然觉得这一对才是真爱 加油 我看好你们 女主突然打了一声喷嚏 叶荆棘解下披风 为女主披上 小心不要着凉了 当再次看向皇上时 叶荆棘的眼里瞬间充满杀气 女主心头一惊 她不愿想要冲过去是军犯上了 女主一把拉过叶荆棘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你可切莫冲动行事 叶荆棘老脸一红 她竟能如此敏锐地觉察我的心 难道是心有灵犀一点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臣叶荆棘拜见皇上 皇上转身探向叶荆棘 朕虽然将牡丹推出顶罪 可叶荆棘又不是傻子 她现在还会忠心耿耿吗 还是说要先除之而后快 枉费我叶家世代忠良 最后竟因你的猜忌而惨到面目 这样的皇帝还值得我效忠吗 皇上一把扶起叶荆棘 啊 叶爱卿你受苦了 朕已经将罪魁祸宠牡丹公主绳之一法 为借叶家忠良之灵 安悠皇上不哭不哭 您为叶家证明之恩 承敢机器灵 今后必当鞠躬尽瘁为皇上尽忠 你再哭下去成的心会挺疼的 一旁的女主一脸尴尬 我勒个去 这官场的客套话尬的 我都能用脚趾抠出三十两天吗 皇上突然一个回头 苏小姐 今日你救驾有功 朕决定受你妹是三品半毒女官 日后进攻辅助公主无输 女主一脸明晨 我说兄弟你除了软禁 我就不会别的了吗 之前强迫我 当您多想把我软禁在庙楼 现在要我伴侏 又想把我软禁在宫中 女主突然灵机一动 啊 谢主龙恩 不过臣女只有一个人 但是公主却有好情 不如把其他大臣的女儿 也照入宫中 一同陪公主 不说可好 皇上顿时一脸明晨 这个苏苏绝非草包 一定要将她留在宫中 好让苏中正有所顾忌 传阵指引 封城巷之女苏苏为内侍半股女官 三日后进宫 这么突然 以前是男上加男 现在是男上加男上加男再加男 皇帝为了震慑苏家 而将女主侧封为三品半股女官 三日后入宫陪同公主读书 女主为了防止入宫之后小命不够 临时抱佛脚学起了医生的制药宝典 剩下这几日一定要制些药粉 学些法术防身 可是师父的制药宝典也太难了 全都是文言文 压根看不懂啊 此时小乃狗推门而入 苏苏我来找你完了 洛英救命啊 我看不懂文言文啊 好了别急别急 我来帮你 苏苏 叶荆棘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女主看到叶荆棘后顿时春心一顿 哇塞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叶荆棘官复原职之后还真是一起出发 女主故作镇定 你是来找我爹的吗 是的 我今日来同丞相大人商议朝中事务 顺便来看看你 女主此时心头小路乱撞 还以为他是来和爹爹商议订婚一室的 话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 你姐姐我来帮你温习功课 此话一出 小奶狗瞬间变得失落 我不是已经选择放手了吗 为什么看到他们两人亲密时还是会心痛 是为我和师父还有男平大人来看你吗 太傅和医生一脸期待 不料叶家兄弟已经节足先登 看到叶荆棘时太傅一脸不熟 如今苏苏被迫出家的危机已经解除 为何还和叶荆棘如此亲密 莫非他与叶荆棘订婚一室要假戏真做 医生率先出手 立马挤开叶荆棘 嘘 师父说这是他为你特意调制的药物 已备在宫中不时之需 小奶狗一脸醋意 你走开挡到我们上课 不料一失手打发了小徒弟手工的药物 药粉瞬间飘满整个房间 小徒弟瞬间脸色大变 不好 药箱里面有我看小日子博的爱情 刻调片时助兴用的秘质法楼 这可是会让男人瞬间 浴火焚身的超级无敌强劲药散了 空气中瞬间弥漫着雄性和尔蒙的气息 四位后宫团成员 此时已经面红而逝 不能自饮 我说师兄 你到底在药箱里面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们这么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小徒弟瞬间脚底抹油 师妹你还真是冰雪 都让你得猜中了 师兄这就去调制解药 接下来就先交定你了哈 你不要抛下我一个人啊 此时四双炽热的眼神死死盯着女主 这感觉就要将女主彻底生吞活剥 此时叶荆棘将女主往后一拉 一副世纪名画英语眼眠 四位美男围坐在女主身旁 是要将女主分而食之 接下来又到了大家不爱她的环节 由于之后的画面实在太古无聊 为了避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我们直接跳过 女主挣脱之后拼命摇头 要稳住啊 苏苏 要是再这样下去 你连骨头都不让这群恶狼给消化 女主一把抓过医生 师父你快醒醒 这样要怎么解啊 医生一把搂住女主 啊 现 快助手啊师父 我是你徒弟啊 你愿意为了拯救爱人而牺牲色相吗 女主都快就解死了 小徒弟不小心打翻药 不料状况一发不可收拾 师妹我先去调治解药 接下来先交给你了 师父你快醒醒啊 这样要怎么解啊 医生一把搂住女主 贴贴可解 不行啊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可算是我半个爸爸呀 不能乱来啊 医生正要霸王硬上弓 叶荆棘一个飞扑上前 叶荆棘一把压住医生 苏苏可是我的女人 我不允许你碰他半根毫毛 看见医生一脸嘲不 叶荆棘竟然感到自己心跳加速 可恶 这该死的心跳是怎么回事 我可是绝对坚硬的钢铁之男 我不允许自己做这种事情 都是这样散惹的我 此时医生已经不能自已 啊不要 不要 不要停下来 女主彻底崩溃 你们不要再打了 小奶狗突然一把拉住女主 苏苏 快到我怀里来 女主刚要反抗 小奶狗一口吻上去 苏苏 我很早以前就想这样做了 洛英不要啊 你可是我心中的小天使 白月光 你怎么也跟那一群臭男人一样啊 嘿嘿 男人不臭 能叫臭男人吗 小奶狗突然清醒过来 啊苏苏对不起 我刚刚做了错事 我把自己捆起来谢罪 女主瞬间鼻孔凋谢 我说你这捆绑的手法也太熟练了嘛 叶荆棘突然出现在女主身后 一把将女主推到墙边 好了 接下来的画面 由于不少小伙伴在评论区 会确实不爱她 为了照顾大家的感受 所以我们就跳不好 叶荆棘深情地看着女主 苏苏 你以前那么喜欢我 那现在呢 我我我 我哪里是喜欢你啊 我那是缠你的身子 叶荆棘将女主的手 放在自己的胸口 那现在呢 你还想要这副身子吗 八草 我我我我好像摸到了一颗小石子 苏苏 此刻我这副身子就是你的了 我不强迫你 但只要你微微点头 我便把我的所有都给你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女主一脸凶 我我我我愿 太傅男平突然扯过叶荆棘的头发 这公报丝绸的表情 把女主下了 这样他就动不了了 太傅一把搂住女主 现在轮到我了 女主一脸惊恐 男平你要干什么 嘿嘿 本官可不会做陪本人买卖 女主一脸一问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能救我们的 只有医生削白情 只要你牺牲一下自己 帮医生把身上的药性减掉 白情恢复之后 定能马上研制出减药 我们就都能得救啊 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太傅一脸一笑 一对一还是一对四 你自己选 救命啊爸爸 我这就去把一同院的妹子 都给你们叫过来 你们再忍耐一下啊 等你回来 我们四个早就独发身亡了 女主瞬间陷入两难境界 四个当条大人物 在成像独发身亡 传出去苏府绝对要被抄家的 爹爹就要被我坑惨了 算了 为了爹爹 老娘拼了 师父你快躺下 我要上来了 女主的四位后宫美男身重情 为了破解情毒危机 女主准备牺牲自我 给医生先行解 师父我来了 你可不能坚持太久哦 室内我调制好解药了 小卓弟突然手举解药破门而入 好了 我替你们教训了 这个不失失误的狗东西 此时医生却陷入幻觉之后 师父 无而甘愿为你解 苏苏 为师也愿意和你共赴良宵 师父你别发猫了 赶紧把这解药喝了吧 后宫团集体喝下解药后 恢复正常 此时女主老爹推门而入 苏苏 入宫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 看着房内五人大汗淋漓 衣衫不整 精疲力尽 女主老爹直接吞血 哎呀呀你这个命名啊 我愧对苏家的列祖列宗啊 来人啊 家法伺候 不要啊老爹 听我解释啊 画面一转 皇城之内 太后此时一脸凝沉 皇儿啊 你虽然登基多年 但是诺大的后宫连个嫔妃都没有 皇后之位也一直哭着 是时候选拔皇后为皇家开支散烟 再说现在苏家全亲朝野 实力雄厚 如果你在和苏中正硬碰硬的话 着实鼓励 你何不以犹克刚 将苏中正之女纳为妃子 苏中正爱女心妾 并不敢轻举妄动 皇上听后若有所词 封妃吗 确实也是牵制苏家的一个方法 转眼三月期限已到 女主按皇上旨意入宫干 同时入宫的还有京城各大权贵之女 苏小姐请 前面就是学堂了 我说这哪里是来陪独立 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动 庄业 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窑子呢 此时的女主素衣淡妆 在人群之中却显得典雅高贵 权贵之女们孙僧妇冒三丈 这不利经故意穿成女众不同事 不就是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吗 OK 地旁的公公突然开口 皇上驾到 太后驾到 恭请皇上太后圣安 皇上一眼锁定人群中的女主 阿哈苏苏在那里 太后一脸尴尬 皇上注意形象 各位都是朝廷命官家中的掌上明珠 今日进宫陪公主不说 诸位辛苦了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 臣你定不负皇上圣望 皇上团团走向女主 苏小姐请起 女主一脸无奈 臣女谢谢皇上啊 此时重臣女火冒三丈 这个苏苏果然是个狐狸精 女主一脸尴尬 我说皇上你是故意的吧 一上来就要给我拉仇恨 你这一招玩的太阴了吧 皇上微微一笑 苏小姐 朕很期待你在宫中的表现哦 转过头的皇上一脸敬人 母后说的对 姜苏苏那为妃子 才是制衡苏中正的两寸 朕不但要那苏苏为妃 还要他彻彻底底爱上朕 这才是朕的预言之道 没错没错 一切都是为了江山设计 女主如遭五雷封顶 不是吧阿瑟 我怎么感觉 他是在故意撩我呀 女主被皇上宣召入宫 不料却遭到众臣女的不利 此时女主正独自在一旁 认真干犯 苏大小姐 近来可好呀 女主回头一看 一位头顶草原的妖艳 帅哥出现在眼前 女主顿时破防 八草 这人谁呀 正宗的泰国进口人妖吗 话说这一头绿色头发 也太前卫了吧 沙马特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啊 女主突然想起 在原主的记忆里 这人妖哥是 李布侍郎的儿子王玉郎 曾经还和原主 有过一段荒唐的过往 我打死你的龟孙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你可真是什么货色都赶上 又要我来给你擦屁股啊 人妖哥一上来 就开始聊拨女主 瞧瞧你最近都老了不少 要不要老子今晚上你的脸 好好滋润一下你啊 要你寂静 嘴巴那么臭 你刚刚是不是吃屎旺刷牙了呀 大胆苏苏 竟然敢不给我面子 你以前可是对我百依百顺了 哎 你有什么面子啊 李文不成武也不成 妥妥的就是一个败家子 你爹见了我爹还得行李问好 还要我给你面子 算老姐 你个臭丫头 看我不收拾你 公子且慢 一位灰发男子 突然倒在女主身前 夫子叫各位去上课 皇宫之内不宜再生试专 女主一脸震惊 这个男人莫非是秦国之子 不久哥 当初写小说的时候 他是参照秦始皇的原刑写的人 因为从小不受处 而被送到秦国当质子 十几年来受尽屈辱 后来秦国发生政变 他被接回秦国之后成为秦王 之后凭借超强的政治天赋 将秦国打造成当代第一条 女主此事瑟瑟发抖 差点忘了 之前楚九哥也被苏苏糟踏踏过 后来他也成为了苍浪茶会的一名 这男人可真的忍不起 溜了溜了 不料任妖哥对着楚九哥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区区一个下人竟敢对我指手画脚 看我不打死你个狗东西 八草 任妖哥你真是绝绝子 居然连以后的阎王爷也敢打 真是弄作弄大 楚九哥一脸阴沉 主子教训的是 狗就应该有狗的样子踩住 来吧 给爷把鞋子舔干净 任妖哥一脚踩在他的肩头 等什么 给我舔 楚九哥此时一脸杀气 女主突然飞身一脚 你给我闭嘴 任妖哥一脸痛 哎呀呀救命了 我的腿要断了呀 王公子你没听到秦国王子的话吗 该上课了 不要再生事端 身后的楚九哥一脸惊讶 他之前对这种事情都是视而不天 如今怎么突然保护起我来了 好你个苏苏 我叫去一个下人与你何干 与我何干 现在我就告诉你 以后楚九哥就由我苏苏照找了 女主回头看着楚九哥 以后宫中药是谁敢欺负 你只要抱我 段段没人敢再欺负 嘿嘿嘿 不过要是欺负你的人是皇上的话 那你就当我刚刚说的话是放屁了 楚九哥一脸欢笑 苏小姐好生风趣 在下多谢苏小姐相助 人群散去之后 一个黑衣男子突然出现 公子 接下来要怎么办 楚九哥一脸凝沉 找几个流氓地皮 碎了那个王玉郎的腿 这样茶里茶气的绿茶你见过吗 女主奉旨入宫陪公主不输 不料公主迟迟不来 苏苏看这边看这边 女主回头一看 小奶狗夜洛音音正在门外向女主招手 啊哈洛音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朝廷为公子们准备的学堂 如今哥哥官复原职 我也就可以继续来这里读书了 太好了 那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 我还可以时不时抱抱 你这个学霸的大人 小奶狗一脸奶气 好的呢 以后能天天看到苏苏我真的好开心 此时身后的公子哥们窃窃私语 欧波那就是传说中人静可夫的苏小姐吧 好漂亮哦 人妖哥一脸惆怅 何止是人静可夫 简直就是提起裙子不认人了 以前还叫人家宝宝 现在叫人家那个谁 我心肠了 女主顿使火冒三丈 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你活着真是对不起 你爸妈当年努力的那两分三十五秒 苏姐姐对不起 人妖哥的妹妹从一旁走出 苏姐姐你好 我是王兰兹 我替哥哥刚才的行为向您道歉 哥哥你要是再惹事的话 我就告诉爹爹 叫爹爹好好罚你 女主一脸疑惑 没想到王玉郎的妹妹 还是个挺懂事的女孩子 不料下一秒 乖乖女秒边绿茶妹 哈哈哈哈 苏姐姐以后大家就都是姐妹了 我用我的面子给苏姐姐帮点小忙 也是应该的 女主顿时将白眼翻上了天 哦 喝好门的绿茶味啊 还没爬上龙床就摆起了贵妃的补 话说你这面子值多少钱啊 绿茶妹再次发问 姐姐你看这里面哪位小姐 能有机会被皇上和太后看上呢 女主一脸冷了 皇上和太后的圣意我怎敢选择 众小姐还非艳寿 都是美人 绿茶妹表面笑嘻嘻心里妈卖批 呵呵呵 姐姐说笑了吧 绿茶女背地里一脸奸笑 这苏苏可是丞相之女 如若好好利用 那日后定能一飞冲天当上皇后 到时这群人就统统需要跪倒在我脚下了 我说你这绿茶味也太重了吧 拜托你好好控制下表情 你都快把绿茶二字写在脸上 此时门外奴婢突然开头 公主驾到 只见四个小公主团团走入学堂 我说这哪里是陪徒啊 明明是招幼儿园老师啊 众小姐们将石公主团团为主 纷纷开始奉承起来 女主看后一脸尴尬 石公主是太后所生 其他小公主都是嫔妃或者贵人所生 女主转身向三位小公主请看 我是苏承乡家的苏苏 奉旨进宫伴侣 三位小公主用超纯针的卡子来大眼睛看着女主 苏姐姐好漂亮哦 我听过她的故事哦 女主瞬间破防 哎呀呀这不拎不拎的大眼睛太致力了 好像戏口小脸蛋呀 不料石公主顿时发 我要这个姐姐当我的伴侣 什么 女主被皇上宣召入宫伴侣 不料竟是替人带娃 此时女主彻底绝望 这个熊孩子真的忍不起啊 不吃饭不睡觉 还打不得骂不得 真是要了老娘半条命模 女主突然想起 早上的楚九哥身体瘦弱 衣衫蓝绿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去救济一下她 那岂不是雪中送她 嘿嘿 这位楚九哥可是伴侏吃老虎的高手 也是未来世界第一强国的君主 要是能和这位未来的阎王爷出场兄 那什么龙寒工业荆棘难平的 还不得向我跪下叫爸爸 画面一转 女主扛着一堆日用品来找楚九哥 不料楚九哥突然从房内出出 两人猝不及防地撞在一起 小心 楚九哥飞身挡住了砸向女主的木箱 女主顿时一脸惊讶 她刚刚居然救了我 楚九哥一脸暗数 还想着怎么和她联系上 这么快就自己找上了吗 这个苏苏是庆国权清朝野的苏中这个女 我一定要好好利用她一番 楚九哥突然将头靠在女主的肩膀 苏小姐我的肩膀好像动不了了 怎么办 嘿嘿 真是聪明如我 女主一脸尴尬 不是吧阿瑟 我可是看过剧本的呀 你的功夫和叶荆棘不相上下 这样你就受伤了 我吸你的鬼 楚九哥摊的蓝水吸着女主身上的香气 这苏苏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 有妈妈的味道 话说苏小姐找在下有何事呢 也没什么事 就是听说你在这里挺惨的 所以给你准备了些日常用品 你要什么东西和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姐姐养你哈 这样吗 苏小姐为何突然对我如此伤心 女主顿时一脸冷汗 阿瑟 我总不能说我知道她是未来的活颜王吧 有了 女主瞬间引力上身 因为你长得很像我早逝的娘亲 看到你我就不由的想起她了 所以才会对你爱护有加 我把对家母的思念寄托在九哥兄的身上 还望九哥兄不要介意 楚九哥顿时心头一颤 她也失去了母亲吗 原来楚九哥也是得娘亲早逝的孩 娘亲的去世一直是她心中难以抹去的上头 嘿嘿上钩了吧 女主一把抓起楚九哥的手 九哥兄 没妈的孩子向跟头 我们不如结拜吧 还没等楚九哥反过来 女主抓过她的手直接按在结拜器上 嘿嘿 以后我们就是姐弟了 楚九哥一脸惊讶 这样也行 然后又是一脸嬉笑 这样也好 我倒想看看她葫芦里卖了什么样 女主突然掀起楚九哥的刘海 别动啊 我看看你头上的伤怎么样了 女主顿时春心一动 仔细一看的话 楚九哥居然这么帅 尤其是这双眼睛简直能够勾魂多破 楚九哥微微一笑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不继续了呢 女主顿时一脸潮红 这是什么情况 这心动的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如此不黑又撩人的小狼狗 你见过吗 女主给落魄的楚九哥送温呢 不料反被撩得春心荡漾 姐姐 这满脸的潮红是怎么回事 阿草露现了 这羞羞的心跳是怎么回事 女主瞬间变得慌乱 哎呀呀没有呀 我只是浑身发热而已 然后又步作镇定菩萨上身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小施主 就由老妈来给你上药吧 女主用尽全力拔开塞 可无知药品怎么这么紧了 碰的一声 女主手上一滑 直接对着楚九哥就是一记肘鸡 哎呀呀我的眼睛啊 对不起呀九哥兄 是不是很难受 我帮你吹一下就好了 女主直接吹出八级大风 直接把楚九哥吹成了傻 姐姐你轻一点 你弄得人家好了 知道了臭弟弟 接下来姐姐会很温柔的 女主对着楚九哥轻轻吹气 这玉面桃花的样子十分撩人 楚九哥心头一颤 这真的好像是妈妈的感觉 女主的这一举动 让楚九哥有点破防 这熟悉的感觉 真的让我好温暖 娘亲 我好像碰到了一个 跟你一样有趣的女人 画面一转 楚九哥带着女主 来到自己的住宅 我来个青娘里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 估计连我家的旺财 都会嫌弃这个地方吗 女主两手一排 召唤出专业团队 踩章狼 抓老鼠 修屋顶 房子瞬间变得焕然一新 嘿嘿嘿 老弟啊姐姐的这番大恩大德 你以后可不能忘了 女主突然觉得 那这包吃包住还给钱 话说怎么感觉 像是女富婆 在包养一个小白脸里 楚九哥嘴上说着 谢谢苏小姐 心里却盘算着 这女人面对蛇虫 属于毫不畏惧沙发补了 定是一位狠角色 突然一只猫咪 蹭到了女主的脚下 女主瞬间脸色大变 啊好 我有毛毛骨骑症啊 女主一个飞身 直接一个猴子上竖 骑到了楚九哥的身上 这画面让我这个青春的 有点爱不释手 就不知夜惊急 看到这一幕会不会吃醋 苏小姐你难道怕猫吗 阴阴阴 我都快怕死了 女主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朦胧之中 女主再次睁开双眼 此时六位美男正站在眼前 这简直就是致死一样 这难道就是天堂的样子吗 女主用力掐着自己 虽然一点都不讨 果然是梦了 楚九哥一把搂住女主 单挑还是取梦 你自己许 既然是在梦里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吧小宝贝们 好了 接下来又到了大家 喜闻热见的不爱看关系 咱们还是老规矩跳过 不能轻这礼爱啊 女主突然从梦中惊醒 哎呦吓死老条了 害得我都湿透了 我说的是吓出了一身汗 文外突然传来楚九哥的声 女主俯身一看 楚九哥在屋外一脸附黑 那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 女主刚做完一场春天大猫 不料一觉醒来 偷偷听到秦国质子 与下属的大声密谋 我们五兄弟装 老大不过是一个草包 老五还在喝奶 老二和老三有贼心没贼 基于皇位已久 却迟迟不敢动手 你们只要离间这两个人 我们自然大事可成 女主听完震惊不已 楚九哥不愧是 半钟吃老虎的刀手 虽然人在秦国当质子 却能远程操控秦国的证据 这样的手段和心计真令人害怕 我还是溜回床上 做我的春天大梦的好 不料女主脚下一滑 直接破门而出 摔了个狗吃屎 苏苏你什么时候醒过来呢 楚九哥满脸杀气 抽出长剑底在女主胸口 刚刚都听到什么了 一旁的属下火上浇油 主子可不能饶了这个女 她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计划 万一让她泄灭了 我们多年的谋划 就要功亏一亏了 女主摆出国际友好手势 我说你算了解 既然劝你的主子 杀了他的结拜兄弟 再说你们刚刚大声密谋的音量 跟我们村口的大喇叭 都有逼配 这能怪我吗 就在楚九哥还在犹豫的时候 女主突然灵机一动 哎嘿 其实我刚刚全都听到了 是吗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九哥兄且慢 女主一脸自信 刚刚我听完了你的计划 但是计划里 却又一个致命的怒动 你只考虑如何逼迫 秦国把你接回去 却没有想过 如何让秦国同意放你回去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秦国智子 楚九哥顿时心中一惊 不错 倘若未来我成为了秦国唯一的继承员 那秦国皇帝更不可能放我回秦 楚九哥冷喝一声 那敢问苏小姐有何刀剑 我想与你结盟 我爹是全清朝野的丞相 只要我爹点头让你回去 皇帝也不敢反驳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要保护 九哥兄你也知道 宫高镇主从来都是军皇的大忌 如今我爹把握朝中大权 而秦国皇帝龙寒功又生性作义 难保哪天我们苏家就会惨遭念门 如若你这个未来的秦国皇帝 能与我爹结盟 那我爹又何乐而不为呢 一旁的属下刚想说话 楚九哥踩手一挥 背下吧 没想到人人口中的荒唐大小姐 竟有多此心情 真的令出某刮目相看 楚九哥伸手扶起女主 那便如苏小姐死灭 我们结盟吧 不料女主双脚发马往后一道 直接拉着楚九哥压在自己的两个大白上 楚九哥一脸震撼 妈操 居然有三十六点 楚九哥立马起身 不料左手意外抓在女主的大白之上 啊含抱 抱歉哈 女主顿时一脸杀气 你他娘的擎天一柱 顶到老娘的肚子了 女主意外撞破秦国质子的阴谋 而后凭借聪明才智化解危机 回到后宫的女主一脸尴尬 我对这个楚九哥真的会谢 白条了老娘的大白还一脸委屈 不过她居然瞬间就擎天一柱 肩若磐石 一看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妇男 女主一回头发现在一旁哭泣的同安公主 公主 你怎么没有回房间睡觉啊 小公主一脸委屈的指向卧室 卧室床上赫然睡着一位贵女 她便是大理寺亲之女柳香阳 女主突然发现小公主的手上有着许多针鞍 同安公主 她是不是偷偷用针扎你 小公主委屈的连连点头 好你个混账东西 只因同安公主的生命出生低微就敢如此放肆 此时熟睡中的贵女还难难自语 嘿嘿嘿皇上 亲这里亲这里 女主突然一盆冷水的光想 是谁干的 我干的 好你个酥酥 你不好好伺候石公主 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女主一脸凝沉 皇上把你召入宫中是让你来服侍公主 不是让公主来服侍你 柳香阳一脸阴险 这小妮子的生母李淑妃可是最臣之女 你可知道李淑妃曾是先帝最疼爱的妃 不过她后来却败在当今太后的手中 后来李家也被太后连根拔起 太后娘娘如今还让这个小妮子 活着已经是最大的人 不怕再告诉你一句 我做的这些事可都是太后娘娘指示的 你有种的话就去太后娘娘那里告状啊 放肆 女主上去就是一巴掌 大胆柳香阳 太后娘娘乃是六宫之主 向来心怀慈悲 你一来虐待公主以下犯上 二来颠倒是非污蔑太后清语 如若让太后得知 你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柳香阳顿时一脸心虚 我我 我没有 女主抱着小公主转身离开 好好记住你的身份 好自为之 看着小公主一脸无辜的样子 女主心疼不已 就算我苏嘉全大事大 也不能赴你一辈子 我得另外给你找个靠山才行 画面一转 养心变内 龙寒公一脸笑语 苏苏 红安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为皇上 陈女带了几款糕点给公主们尝尝 红安公主心念皇上 一定要带几块来给皇上品尝 小公主伸手地上糕点 皇兄请品尝 皇上看着红安公主满脸欢喜 突然发现小公主手上密密麻麻的针 红安 你的手是怎么了 为皇兄 半读的那个柳湘阳姐姐说 这样扎针对小孩子身体有好多 皇上顿时一脸凝尘 朕六岁的时候就被太后抢请 哆来养的旗下 沦为了后宫争宠的工具 而是只要我做的事情 有一点符合太后的心意 就会被打霸挣扎 而朕的亲生母亲却被太后驱逐出宫 从此母子无法相见 多年来也只有与朕的生母 交好的李淑妃等爱着 太后当年屠杀李淑妃 如今连李淑妃唯一的女儿童安也不放 朕韬光养晦多年 太后你早已控制不了朕的事 如今朕是真正的九五之尊 我也该警告一下你了 来人了 传朕旨意 赐柳襄阳一丈母 你会选择和未来的仇敌相爱吗 看到同安公主遭受虐待 皇上瞬间怒火重天 太后 朕现在早已脱离你的掌头 今后你就老老实实 该在后宫一样千年吧 来人了 传朕旨意 赐柳襄阳一丈母 另外同安公主今后交由苏苏照亮 臣女领旨 女主此时内心一脸塑黑 哦吼吼 利用皇上对太后的叛逆心 既巧妙地救下同安公主 又离间了太后和皇上这对苏家死 我真是太聪明了 看着女主和小公主其乐融入 皇上顿时若有所思 原来今天苏苏是为了同安来 如果你不是丞相之女 也许朕可以封你作证唯一的皇后 只可惜你姓苏 皇上顿时记上心头 哎嘿 话说苏小姐现在正值试婚之灵 你可有心仪之人啊 朕可以试婚成就良缘 女主顿时举手发誓 谢皇上好意 不过臣妮这辈子 并可和女人结婚 也不想嫁给任何一个男人 臣妮造退了 此时女主一脸机智 黑黑想套路我没那么简单 溜了溜了 皇上元第五雷封顶 滑草 居然是女童 二家一起不是更刺激 决决子啊 画面一转 已到日落时分 此时女主一脸惬意 真是漫长的一天啊 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苏苏 女主回头一看 叶荆棘正站在身后 一气风发 女主顿时一脸娇羞 叶荆棘 好久不见 你是来接洛英放学的吗 叶荆棘一脸关切 今日你入宫办理 还习惯吗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女主细数了今天的战绩 揍了流氓 打了婊子 救了公主帮了质子 还和质子做了结拜兄弟 啊这 这是来伴毒的吗 不对 叶荆棘顿时警觉起来 苏苏和那位楚九哥结拜了 话说他们两个年龄相合 他们该不会相爱了吧 叶荆棘立马牵起女主的手 苏苏 如今我已经官复原职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的婚事 我不知为何你总是对我怀有借心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偏见 我对你是认真的 女主顿时心头一颤 是啊 之前是因为叶荆棘是苍浪茶会之手 是最想除掉我的人 但自从穿书之后 我已经一定程度上 逆转了原型中的结局 她已经不再是书中原来的叶荆棘了 但我依旧全盘否定她 是不是对她太不公平了 叶荆棘抚摸着女主的脸 你要干嘛 我想问你 我不会强破人 你若是不愿意的话就推开我 女主顿时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哎呀呀你个臭不要脸 你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 我哪里推得开啊 你这也能叫不强破我 就在叶荆棘越靠越近的时候 女主的心跳进不断的加速 这羞羞的心跳是怎么回事 女主渐渐松开紧握着叶荆棘的双手 一脸羞红 两眼微闭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周围的空气变得欲加暧昧 苏苏 小奶狗突然从跑杀出 由于我不舍得打小奶狗 所以只能委屈后面这两人 被打断的两人一脸凶 若因你他娘的放学了呀 此时一位嬷嬷突然走来 苏小姐 宋太后娘娘一指 邀您前去赴宴 请您即刻前往 什么 这么快就来报复我了吗 皇上居然对女主下手了 这可把女主吓坏了 就在女主送太后 一直准备到后宫共赴晚宴时 叶荆棘一脸醋意的拉住女主 苏苏 那个秦国质子楚九哥不是好 你别跟她走得太紧了 还有 病婚仪式我是认真的 我等你的答复 女主顿时一脸羞乎 不我 我知道了 画面一准 浴场之内 女主此时正在泡着温泉 要我说这宫中的规矩还真是不少 见太后之前居然还要沐浴更衣 害得我现在肚子都快饿死了 现在感觉头好晕 估计是泡太久了有点滴血糖 话说我的围巾哪里去了 刚刚还在这里面 女主伸手一抓 用力一扯 嘿嘿 找到了 泡温泉真是太享受了 女主不知道的是此时身后站着的 金氏皇上龙寒宫 而他顺手扯下的围巾 也是龙寒宫身上的最后一道领杖 此时皇上一脸震惊 苏苏 为什么会在这呢 女主一个回头 只见眼前春光架械 晴天怡注意了无疑 花草 金针孤成金了 他娘的瞧不起谁 脑子少说也得是个信号 大胆苏苏 你竟敢偷看朕沐浴 简直是胆大包天 女主拼命捂住双眼 鼻血瞬间喷咬而出 不是让皇上 是太后身边的魔后 让臣女来这里愈愈 臣女什么都不知道啊 更没有看到什么金针孤啊 两人同时心头一惊 莫非这一切都是太后不意为之 女主心中十分不爽 难道太后想要成绩污蔑我 以此来牵制爹爹 而皇上却是满心疑虑 太后这样做 难道是因为 今天同安公主的事情 想要献上苏苏来讨好朕 女主突然霸气起身 管她什么太后不太后的 只要胆胆算计老娘 老娘就让她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挽劫不保 进宫前我可是捆绝了 师父传授的法术秘籍 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 女主伸手刚要施斩幻术 不料皇上飞身将她搂入怀中 你你要干什么 嘿嘿 说呢 放开我呀 君子动手不动口啊 嘿嘿 朕不是君子 朕是君王 而且朕最喜欢的就是口手并用 既爱动口又爱动手 女主刚要反抗 皇上直接将女主整个抱起 后人云 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动整个地球 朕现在觉得这句话也不道 皇上一脸幻象 你这一脸愤怒又羞愧的表情真好看 我就喜欢你这种 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 每次见你 你都是一副高高在赏 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如今却在朕的面前露出如此娇羞的人言 苏苏 你的确有令所有男人疯狂的资本 此时浴场之外的两名宫女正在暗中观察 快快快 我们快去禀报太后娘娘 你体验过鸡飞蛋打的感觉吗 皇上这次是真的好惨 女主被太后骗到皇上的浴池 两人在浴池中争执不下 此时门外的宫女暗中观察 嘿嘿嘿 看来皇上是上磊成功了 快快快 咱们赶紧去禀报太后娘娘 看着龙寒宫一脸无赖 女主使出一招巨蟒缠身 疼疼疼 真的腰快腰断了 嘿嘿嘿 再不放手的话呆会会更疼的 太后驾到 门外突然传来宫女的声音 什么 太后这么快就过来了 看来真的是太后干的好事 皇上赶紧询问女主 你会潜水吗 我最近跟师父学了龟膝大 勉强能坚持一回 那你就下去吧 皇上一把将女主按入水中 由于画面太美我不敢过多描述 皇上一把扯过围巾盖住水面 水下的女主一脸不爽 这个皇上真的让我龟膝 随后低头一看 华草 这是什么人间小可爱 不要过来啊 也金针菇快要戳到我的鼻孔吧 女主愤然起身 老娘今天才不要当什么采蘑菇的小姑娘了 不料皇上一把将其按住 不要出声 你难道要被太后造谣说不过君王吗 此时太后推门而入 皇儿 哀家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 特意给你送过来了 皇上装得一脸淡然 多谢太后 太后入门后终将希望寻找女主 哀家特意为他们两人制造机会 如若皇上领情 或许能够让他心怀感激 不对哀家感激杀绝 可恶怎么找不到苏苏呢 我说太后 如若没有其他事情 那你可以出去了 太后顿时火上心头 皇帝 你如今连母后二字都不肯叫了吗 今日苏苏带着童安公主去了养心殿一堂 随后你就减少了我奉一公的胎职 苏苏那个小贱人究竟对你说了什么 小贱人吗 她的确是很贱 但是有时候却贱得很可爱 水下的女主顿时火爆三掌 老娘被你们母子害成这个采样 你们居然还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 女主顿时灵气一动 嘿嘿嘿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 女主手指叙力 用力一弹 皇上顿时火去一阵 四肢发软 好你个苏苏 居然在这个时候吵动我 皇上你是怎么了 这个表情不对劲啊 没没 朕没事 皇上此时一脸痛苦 好你个苏苏 居然攻击我的致命弱点 水下的女主一脸明显 你不是高高在上吗 这回就让你体验下什么叫做鸡飞蛋吧 难得看到你这个皇上如此防备 老娘心里爽啊 嘿嘿嘿 据说用指甲尖尖的地方捏人的时候是最痛的 好你个苏苏 我真的会险 皇上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是的太后 震炮太久有些头晕 我们下次再谈吧 走出玉场的太后对着宫女说道 皇帝才泡了一会温泉救命红尔士 看来是真的肾虚了 记得教育医给他嘟嘟一声的 听到肾虚二次的皇上瞬间报我 好你个苏苏 快给我出来 没想到皇上还有这样的癖好 真的让我大跌眼睛 此前皇上将女主按在玉池之中躲避太后 不料被女主拦了一顿鸡飞蛋打 好你个苏苏 你给我出来 不料女主早已一秒换装 嘿嘿嘿 想抓到我没那么容易 白白的您赖 皇上一个飞夫 一把拽住女主的前车灯掉的 哎呀呀 你的老流氓 不要扯老娘的那一笔灯罩啊 女主瞬间单手紧后 啊呸 你喜欢就送给你当眼罩吧 皇上还想要追 不料脚下衣服啊 直接摔入泳池 真是造华弄人啊 大家不要误会 其实皇上现在手里抓着的只是 咸蛋超人的面罩 皇上起身后微微一笑 明明想要教训她的 不料反被她戏耍 随后深深吸了一口 咸蛋超人的面罩 苏苏 以后让朕带到的话 有你好受的 画面一转 后宫之内 女主正在给小公主 讲白蛇传的故事 法海认为 许仙和白娘子人妖不能停 便准备拆散这对夫妻 以朕当法 门外的一群吃瓜群众 齐声催更 后来呢后来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姐姐我要回家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啊 不是吧不是吧 啊你又不更新 你老实说你是不是不行了 女主一脸暗说 没想到白娘子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 也这么受欢迎 昨天还有出版社的老板 找我谈出版营刷的事情 如此发展下去 老娘荒唐大小姐的人设 就要换成庆国第一大财 此时门外的王兰兹 满脸嫉妒 可恶 风头都被苏苏 这个草包给抢光了 不过不要紧 我手头上可是握着她的把笔 女主下班后一脸关快 无料被石公主一把扯住 苏姐姐你不要走 我还想听白娘子的故事 石公主你听话 我明天把故事再讲一遍 不行不行 我现在就要听 忽然一只大手将石公主一把拥起 石公主可不能胡闹 女主顿时一脸羞 叶荆棘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巡视皇宫安全 顺道过来看看 叶荆棘在心中喃喃自语 我总不能说几日不见 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石公主顿时开启八卦之魂 我知道了 白娘子就是苏姐姐你 许仙就是叶将军对不对 女主一脸震惊 你个小屁孩哪里听来的八卦呀 嘿嘿嘿 白娘子为了就许仙不惜 以天地为敌 之前苏姐姐为了帮叶将军 证明不惜冒险 与皇帝哥哥为敌 原来白娘子的故事 是苏姐姐用自己的经历 一边而来的呀 一盘的吃瓜群众一脸惊喜 滑草 吃到大瓜了 这还不得去发个朋友圈 什么鬼 你们不要去给我造谣爱呀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灵一之勇吗 我们的女主十分知道 由于女主被小公主一顿八卦 导致现在京城之中谣言四起 苏府之内 女主正在教老爹做瑜伽 老爹顿时一脸八卦 女儿啊 京城都在传言白娘子的故事 是你和叶将军的自传 真的假的呀 老爹 从我回来你都问了几天了 你要我给你说几次啊 不是就不是吗 凶什么凶啊 女主老爹一脸无奈 我说女儿啊 白娘子的故事如此惊世害死 要是宣传的好的话 或许还能临流警示 不过如今这本书的出版 恰恰碰上了你和叶将军的谣言 现在这个故事听起来 倒像是我们苏家故意 拉拢叶金鸡翼 对到皇权 皇上和太傅其实已经蠢蠢一步 准备借题发挥了 我的乖女儿哦 你能不能在白娘子的剧情上 想想办法 挽回一下局势 女主顿时灵光一闪 哎嘿 有了 女主顿时笔下身风 嘿嘿嘿 昨天你们三个单身狗 不是没办法不五二零吗 但是你们今天可以不五二一啊 至于你们哪个是零 哪个事宜就要按老娘喜好来了 毕竟零和一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画面一转 梁亭之下 此时正是女主的签书发售会 正当书粉的欢呼雀跃之时 皇上龙涵公突然将小说甩在桌上 好你个苏苏 你给朕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女主将白蛇传的故事进行了魔改 变成了皇上 叶金吉和太傅三人之间的不伦之恋 剧情之跌宕 画面之一 让香蕉君直顾内行 此时梁亭之外的扶女书迷再次上线 天哪 圣上居然亲自来之问苏小姐 他来法海的原形真的是皇上 这么说叶将军皇上和太傅真的是零零一啊 皇上这个零为了得到太傅这里 居然强行拆散了叶将军和太傅的零一子 把太傅强行抢过来和自己组成了一零CP 哎呀呀 好羞羞呀 真是一群老玻璃 那如果皇上惩罚了苏小姐 岂不是更加证实书中的事情是真的了吗 皇上顿时火冒三丈 你们给朕滚出去 哎呀呀 他急了 他急了 老玻璃真的生气了 看来被我们说中了呀 画面一转书房之内 皇上手拿白蛇转质问女主 这本书里的主人公肖像图是从哪里来的 女主表面笑嘻嘻 书本的肖像是陈女让画师参考古今各种才子美男的容貌绘制出来 也许长得好看的人都有共同之处 才会冲撞了您的容貌 女主此时的内心却是一脸一笑 本来京城的谣言已经被跌跌压下去了 可你这个龙寒公却联合太父又把谣言吵得沸沸扬 不就是为了抓住我们苏家的把柄吗 现在我把白蛇转改成你们三人的孤伦之恋 还把太父和叶荆棘塑造成一对CP 再借夫女的八卦之力把谣言吵起来 这样的话既让我们苏家脱离了嫌疑 还可以离见你和太父这对苏家的仇敌 我真的太聪明了 嘿嘿皇上 其实这一切只是巧合了 皇上听完之后捏住女主的下巴 苏苏 收起你的小把戏码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不会真的以为朕会因为外面的谣言而不敢对你吓什么 女主一把甩开皇上的手 还请皇上自重 你居然敢拒绝朕 龙寒公突然掐住女主的脖子 今天朕就告诉你 天底下没有振得不到的东西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又要自作多情了 女主巧妙破解京城谣言 不料彻底惹怒皇上 苏苏 今天朕就告诉你 天底下还没有振得不到的东西 皇上的手不断发力 女主感觉将要窒息 是你逼我的 女主从身后掏出药品 就当女主正要对皇上下手时 苏苏 太妇和叶荆棘破门而入 皇上瞬间垫得一脸和善 二位爱卿有何时向道 回禀陛下 丞相大人托臣前来护送苏小姐回祖 知道了 你们退下吧 女主一脸婴狠 龙寒公 今天我所受的屈辱 她日我必当加倍奉还 太妇满脸已过 陛下 您方才可是在审问画本一事 此事你不必过问 皇帝眼中竟是猜急 南平最近一直往苏府中走动 难道她和叶荆棘真如画本 东所说另有引擎 画面一转 马车之内 苏苏 我来给你检查一下 哎呀呀你放开我 不要老是对我动手动脚 突然马车一阵颠簸 女主身体前轻 突入叶荆棘的怀中 叶荆棘一脸羞红 难道 难道她要亲我吗 叶荆棘微微闭起双眼 来吧苏苏 我准备好了 女主顿时一脸嫌弃 阿贼 你干嘛闭着眼睛啊 叶荆棘满脸尴尬 没有没有 只是眼睛进沙子了而已 女主瞬间后撤 这家伙不会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我我我 我哪里有什么想法 我是证人君子好吗 当马车来到苏府后 女主刚下车 下人们就扑了上来 大小姐呀你可算回来了呀 白蛇赚的书现在已经卖得脱脱 已经有好几匹印刷师傅都累贪化了呀 现在连书店的老板都亲自上阵 不是吧 他们简直就是拿命在贫啊 女主马上从小金库拿出一定金子 快去吧 给他们买些夜宵送过去 剩下的钱就给他们当加班费吧 话说穿业之前我也是打工人的 打工人何府为难打工人呢 叶荆棘看着女主手里的钱包 这图案是她自己绣的吗 女主顿时警惕起来 这家伙是想干什么 不会是打起我的小金库的主意吧 对 叶荆棘刚刚官复原职 之前又被抄家 难道她这个月还没有领导月工 现在囊中羞涩 女主瞬间一脸呵护孤寡男孩的眼神 这个你就拿出吧 什么 你确定要送给我吗 叶荆棘心中一顿暗爽 你就赶紧拿着 不要老是磨磨叽叽的好不好 叶荆棘又是一脸羞红 恭敬不如从命 我定会好好珍藏起来的 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 今日成相府还真是热闹 看来楚某来得很不巧啊 女主和叶荆棘回头一看 此时楚九哥正站在身后一起风发 楚某见过苏小姐叶将军 一山不得容二伙 叶醋王又要开始上线了 就在叶荆棘刚把女主送到苏府门口的时候 楚九哥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楚某拜见苏小姐叶将军 叶荆棘瞬间化身柠檬金 又来一个情敌 女主则是一把抓过楚九哥的手 九哥兄来来来 快进来坐坐 女主脸上笑嘻嘻嘻心里妈卖皮 真是要命了 你这个火炎王子说来就来 也不提前说一声 身后叶荆棘气的浑身发抖 你他喵的剑缝插针是吧 真把本荆棘当成狗仔了是吗 叶荆棘一脸和善的看着楚九哥 楚王子你好啊 今天前来找苏苏是有何事 楚九哥动若光火 嘿嘿嘿 没事没事 只是来交流一下感情 听清楚哦 只是来娇娇娇 交流一下感情 啊对 你们两个没事吧 女主一脸尴尬 哈哈哈哈 两位初次见面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不劳烦苏小姐了 叶将军的威名如为挂 在下起伤不知 叶荆棘暗中较静 至此殿下有理 楚九哥心里暗自盘算 听闻苏中正有一招揽叶荆棘做女婿 难道他想借苏苏之手 将庆活兵权收入脑中 今夜就让我试探一下你这个叶将军 而叶荆棘心中也满是疑问 今夜秦国内乱 皇子接连惨死 这位质子很有可能会成为秦国的皇帝 难道苏苏想成绩结交一位皇帝英雄 女主再次打破将军 九哥兄快快喝茶 话说今夜前来有什么事情呢 叶荆棘这个醋痰子瞬间裂开 殷殷殷 老爸心里苦涼 楚九哥从怀中掏出一枚发单 今夜前来是为了报答苏妹赐一之恩 在下特一名人打造了这枚玉簪 还望苏妹妹笑呢 女主结果玉簪后一脸演技 哎呦呦这玉簪真是漂亮 好喜欢好喜欢 区区玉簪不值一提 苏妹妹特意在这身心衣上的袖口上做刺绣 真令我心头一暖了 叶醋王不甘示弱 啪的一声将女主的荷包拍在桌上 看来质子是误会了 您的袖口的真讲是秦国风格 我手中的这个定情荷包上的刺绣 才是出自苏苏之手 听清楚哦 是定情荷包哦 安慰 什么定情荷包啊 这不是我刚刚给你的 叶荆棘一把捏住女主的嘴 你不要说话 这就是定情荷包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楚九哥若有所思 哈哈哈哈 这个刺绣别出心态 维兄能否向苏妹讨要一个呢 女主一口盐汽水喷出 白白的你 我可不想贪这汤浑水 我去给你们拿点钱哈 不许走 两人同时拉住女主的袖口 用力一出 女主的杀衣一声撕裂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白白的你们两个 慢走不送 除了苏福的楚九哥和叶荆棘行李告别 楚九哥回过身后却是一脸淫险 叶荆棘 这次终于让我抓到你的软胃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又要对女主下手了 叶荆棘和楚九哥因为意外撕破女主的沙衣 而被女主赶出苏福 白白的你们两个 慢走不送 当女主来到自己的闺房时 却是一脸尴尬 阿J 我的衣服怎么都是破的 连一件像样的都没有 黑黑小姐你忘了吗 上次你和叶将军一圣太妇 还有叶洛英多人运动的时候被老爹发现了 老爷一怒之下就撕破你所有的衣服 什么鬼啊 老爹怎么可以这样 那次不是多人运动 我不是都和他解释过了吗 画面一准 女主女伴男装出门烧品 没办法 衣服都让老爹弄坏了 只能出来血拼一顿 话说我可千万不能让人认准 真怕把街上的男子都吓跑了 号外号外 苏小姐出门了 什么 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吗 女主本以为人们会四散而逃 不料人们去蜂拥而上 哎呀呀苏苏我爱你啊 女主一脸黑人问号 我丢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自从女主出版白蛇传之后 收割了一片书迷 现在她已经成为 庆国国内的顶流明星了 此时书迷们争执不下 叶将军和皇上才是一对 叶龙才是最完美的CP 不对不对 叶将军和太傅才是完美CP 叶男组合才是最好的 女主在一旁瑟瑟发抖 原来不管在哪个时代 同女power都是无处不在啊 苏小姐你快说 到底谁才是最正主的CP 啊这 你们也太入迷了吧 嘿嘿嘿 要我说吗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了 哈哈哈哈 哎呀呀对对对 苏苏说的太对了 画面一转 服装店内 女主满是无奈 我说哪个朝代的粉丝 都是如此疯狂的吗 都快把我的衣服撕裂了 就当女主脱下衣服 准备适装的时候 太傅男平突然从身后出现 好巧啊苏小姐 男平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话说这里可是女生的示意间啊 是吗 说来我和苏小姐 还真的有着一段 解不断 你还乱的灭云 女主一脸震惊 你不要过来啊 而太傅男平 却继续自说自话 脱你的新书的红服 倾国之内 人人以为我是gay 难得向我表白 你的案子惋惜 而今日我就是来 和苏小姐好好算账 你你你 不要乱来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我可爱的苏小姐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不就是要 那个新的公文格式吗 有什么事你先出去 我们之后再慢慢说 不料太傅一把 抱起女主放在桌上 用双脚顶住女主 苏小姐 我们不妨就这样 慢慢谈吧 不要啊 你你你 你究竟想要对我做什么 居然有男人 敢把女主当成猎物 这也太顶物吧 女主正在更衣 太傅男平突然闯入 男平 放开我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怎么 就这样戏弄一下 你你就不行了 话说苏小姐 真是手段高明 害得在下在皇上面前 连续坐了几天的冷板凳 这可使在下心里难受啊 原来他是在皇上那里吃饼 跑到我这里来撒气了 没想到龙寒宫转头 就对男平起了心 这个皇帝的心机和城府 真是深不可测 女主一脸憨笑 男平大人消消气 这公文我一定会给你的 男平一把挑起女主的下来 你是不是又想耍花招 别忘了我还知道你的秘密 你可不是真正的苏苏 女主先是一惊 而后又鸣嘴一笑 太傅大人 你当初一口咬定 我不是真正的苏苏 但是这个想法 是不是过度天真了 如果我不是真正的苏苏 那我又如何能避开 爱女痴狂的苏丞相 我也紧紧 还在他身边待了这么久 女主的这一招反课为主 让太傅顿时雨赛 确实 他说的话确实毫无破绽 你放心吧 当初是由你相助我 才能拜医生为师 我又不是背信弃义之人 女主一个潇洒转身 三日之后 我会将公文格式组结成册 送到贵府 期待男平大人 成就名垂千古的伟大功绩哦 此话当真 此时太傅内心暗爽 若能得到新公文格式 那丞相之位 必定是我男某的囊中之物 女主满脸坏像 我只是答应把格式给你 又没有说亲忙相受 我手里的存货还多折扰 想当年猫叫老虎本事的时候 还留了一手 我岂能对你没有防备 看着女主的背影 太傅目光顿时变得灵敏 苏苏 你就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因为不久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 画面一转 集市之内 一位红发男子一脸邪笑 总有一天本王要踏领中原 称霸华夏 这名红发男子正是叶荆棘的死 匈奴王子涂血 地旁的女仆地上面章 王子殿下 属下听闻庆国丞相的敌女苏小姐 专抢杨家美少男 名声的这般俊了 要是被她盯上了可就麻烦了 毒鞋接过面具后一脸嫌弃 好丑的面章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推倒之后反眼后代不就行乱 不过戴在我的脸上之后 连面具都变帅了 地旁的女主一脸大笑 啊对对对 你最量宰了 此时远处顿时烟尘滚滚 苏小姐 你快给我签个名吧 女主一脸杀气 打理冒出来的私生犯 从一步出来已经追了我八条街了 毒鞋看到女主后满眼惊艳 好漂亮的小娘子 话说毒鞋王子 你的眼睛是自带滤镜了吗 我猜至少有一百层滤镜了 毒鞋瞬间征服欲爆了 舌头不安分的蠕动 这小女子我喜欢 越多人争抢的猎物越是美味 驾 毒鞋一声令下 画下骏马弹射而出 还没等女主反应过来 毒鞋一把将女主搂上骏马 小娘子 你就随我来吧 戏南真的有这么绝吗 连女主都看不下去了 被私生犯围追堵截的女主四处逃乱 无料匈奴王子半路杀出 小娘子 你就随我来吧 身后的女服大惊失色 哎呀呀王子快跑啊 那个女人就是传说中的色魔酥酥啊 马背上的女主看着毒鞋 这个男人衣着气 应该是一族人士 话说他怎么戴着面具呢 看着女主死死盯着自己 毒鞋瞬间陷入自我淘罪 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我了 我这该死的魅力 颜值天花板的苦恼又有谁人能懂 身旁的女主一脸尴尬 阿杰 哥们你应该没什么大病吧 你戴着这奇怪的面具我就不说了 但你居然还能如此自信的说出这般明年名 估计连小明给给都干半下风吧 转眼已到日落时分 女主一脸客气 多谢大侠出手相救 现在已经无人追党了 大侠可以放我下去了 毒鞋将脸逼近女主 不放 快说爱我 我知道你很想嫁给我 快说吧 我接受你的爱意 能遇到我就是你的夫妻 毒性难以词已经不足以用来形容你了 女主一脸尴尬 哈哈哈哈 大侠说笑了 苏苏改日必当登门道谢 原来你叫苏苏 毒鞋伸手挑起女主的下巴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苏小姐现在就跟我回去 讨论一下报恩的细节 与此同时 毒鞋的大兄弟在下面默默搭起了一个小帐篷 帐篷的尖尖还戳到了女主的大肚 女主瞬间打了一个冷战 阿草 这小子是人形太敌吧 我真的会谢啊 女主的私生犯突然从旁杀出 苏苏你不要跑 快来给我签名啊 毒鞋一个分审 女主抬脚一串 白白的你 大侠 把我先借走了 日后既得到苏府来拿 必有重谢 毒鞋一声浅笑 苏苏 欠我的恩情我会慢慢和你算的 女主骑着马逃离现场 下马之后一脸疲惫 我说这骑马也太累了吧 都快把老娘的腰震断了 话说当年老娘压榨叶荆棘的时候都没有整理 一只大手突然捂住女主的嘴巴 一位神秘人将女主瞬间掳走 哎呀呀 我想要回家呀呀 画面一转 鸭鸭院内 女主此时正被一群鸭鸭团团围主 苏姐姐 求求你疼爱一下奴家吧 对面的除九个眼光灼热的盯着女主 苏妹 今日起码觉得好玩了 今日邀苏妹前来是想当面打谢 秦国那边不日就会派人引我回去了 这顿酒水就当是打谢宴 苏妹尽可解放天性 不必拘谨 女主一把推开身旁的鸭鸭 你们好烦了 矜持一点好不好 话说你这个活颜王突然把我抓回来 真是够了 端起酒杯的女主刚想进酒 不料除九个顿时一脸杀意 苏苏 你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看似正常的女神 背后竟隐藏着如此病骄的人格 除九个将女主强行邀请到了鸭鸭院 当女主刚想上前进酒的时候 除九个心中暗自盘算 苏家妇女助我归情绝非缓兵之急 加上他们现在同手握兵权的叶荆棘走得如此之急 莫非他们想要谋权篡位 今天就让我来试探试探她 女主心中也早有防备 除九个这个活颜王真是凶狠 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赶紧杀绝 今日这顿扶门宴我得小心为上 敬酒过后 女主便起身准备离开 九个兄的好意我心里了 今天有事我先走了 我们改日再聚 除九个一把抓住女主 将女主摟入怀中 苏妹急什么呢 菜还没有开始吃就要走了 女主此时已是一脸微醺 放开我呀 话说你的手究竟在摸哪里 除九个左手捂住女主的双脸 右手更加不安分的在女主身上游走 然后缓缓掐住女主脖子 说吧苏苏 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女主焕然大悟 难怪她精悦行为鬼 原来是怀疑我帮她归情的行为别有剧情 女主顿时一顿冷笑 除九个冷哼一声 你笑什么 我笑自己好意助你归情 结果真是狗摇履冻兵 不知好人心 除九个一把将女主甩开 你之前声称怕苏家攻高阵鼠 遭龙寒攻忌弹 所以找我结盟保身 但近日我看到的却是你这位相伏 比你不但同守过兵权的夜经级联营 还结交了当朝太子兰平和天下道门之主萧白琴 你这明显是想谋权篡位 女主听完之后一脸问好 你这脑洞我真是服了 九个兄你怕是被权力和算计蒙蔽了双眼吧 我知道你自幼孤独一 身为秦国质子饱受者我 为了活命你随时保持警惕也不可后悔 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需要相互信任的 九个兄你若怀疑我的品性而不肯相信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如今你快成为立国之军了 为君者应当广世人政 你若处处猜忌 又与那龙寒公有何不同 就算你以后登上了权力顶峰 也难逃中叛亲离的下场 女主的一番话让楚九哥如梦初心 没想到苏苏说的话和母亲当年的教育如此相似 多年来我不断超越自己 但到了如今的地步却停止不及 甚至还有下滑之势 苏苏这番话道出了困扰我多年 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楚九哥示然一笑 随后行礼道歉 抱歉了苏小姐 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还请苏小姐 楚九哥话还没说完 女主竟将她的双手捆绑起来 原来女主酒后失神 竟切换到了并交人格 此时女主一脸潮红 春心荡漾 随后竟拿起剪刀 开始剪去楚九哥的衣服 小东西 你过不过分没关系 因为接下来姐姐会更过分哦 如此并交又霸道的玉姐 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女主酒后失神 竟切换到并交人格 还将楚九哥强行压制 快快快 快给主人学一声小狗叫 如果叫得好的话 主人可是会赏你好东西的 楚九哥此时还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呵呵 没想到区区一杯酒 就让苏妹原形毕露 还没等楚九哥说完 女主就把她当成家里的小白狗 捏了起来 嘿嘿 这剧谈的小脸蛋还真是软毛 此时的女主一脸潮火 妩媚动人 小东西谁让你叫我苏妹呢 你要叫主人才对 还有我现在的状态 才是真正的我 没见过世面的楚九哥 顿时心跳不止 疯狂压枪 不行不行 现在不是想这种事情的时候 疑心病又泛乱的楚九哥内心暗道 先按他的意思做 看看这个苏苏究竟想耍什么花样 楚九哥将嘴巴套进女主的耳朵 汪汪汪 苏妹 现在你满意了吧 你就不怕我拆穿你的真面目吗 楚九哥的这两声汪汪彻底激活女主的另交人格 来吧小东西 主人好好赏赐你 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国外抗环节 我们再次跳过哈 此时楼下的顾客纷纷感叹 八糟 是地震了吗 前几天五二零的时候都没摇得这么厉害 画面一转 你到第二天清晨 清醒过来的女主瑟瑟发抖 我昨天好像对楚九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哈哈哈哈 没事的没事的 那肯定是幻觉 女主一脸嘎笑的自我催眠 不料转头看到枕头低下楚九哥留下的心 女主打开一看 信中大概的意思就是 苏妹 昨天我是不要的 你偏偏要给我 我真的不要 你强行要给 我强烈不要 你剧烈要给 最后我勉为其难的要 没想到你给了这么多 维兄现在身心俱疲 不能自已 悔不当初 所以我们还是江湖不见吧 要我说你这个楚九哥真是不要脸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不要可以给奥伯鸭 我全都要 看完信件的女主瑟瑟发抖 我的天啊 没想到我真的强压了楚九哥 此时店小二一脸 笑 苏小姐果真不懂反响 奴才今早撞见质体大人可是被下人扶着离开的 据说她一夜之间瘦了三斤 就算流根红的减肥操也不敢有这样的效果 女主顿时五雷公顶 上帝啊 你来个惊雷劈死我算了 你这剧情我接受不了啊 一盘的下人端来洗漱用品 现在四十已过 让奴才来伺候苏小姐洗漱吧 什么 居然这么晚了 我还要去宫里打卡上班呢 女主罗门而出 不料一把撞倒在一位鸭鸭怀里 看清鸭鸭之后的女主一脸惊讶 这个鸭鸭怎么和我爹长得如此小强 简直就是我爹的高奢plus版本 起身后的女主丢了一锭金子 给鸭鸭后飞奔而出 这是赔你的酒钱 身后的鸭鸭一脸杀气 苏苏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和我身上抢走的东西抢 小人得知的样子你见过吗 不过他们就要惨了 女主征战一夜后回到公众 这一脸的皮态足以推测出战况的激烈 此时一旁的贵女们窃窃私语 呵呵呵 这个苏苏风流成性 竟然思通秦国质子 看来这次就算连她那个丞相爹爹也就不了他 女主顿时心中一颤 怎么回事 究竟是谁到处散播谣言 身旁的王兰兹一脸绿茶 咽咽咽 苏姐姐你怎能犯下这叛国大罪 妹妹的内心好是痛苦啊 王兰兹内心狂喜 叛国通敌可是大罪 这次就算你苏家手也疯天 也躲不过抄家灭门的下场 苏苏 这次我就要让你老老实实的跪在我的脚下场争 女主一把甩开王兰兹的手 我一过来你就在这里不做姿态 散播谣言的事情除了你还能有谁 昨晚的事情 王玉郎主着拐杖破门而入 扛皇上口语 请苏小姐速速前往养心殿 圣上有话要问你了 又是这个龙涵宫 王玉郎一脸小人得志 你可知道通敌叛国的罪名可不行 但如若你现在可会下来向我求聋 或许我还能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几句 女主一脚将王玉郎撂在地上 呵呵 这个瘸子真是痴人说梦 上次被人暗算废了一条桶 你如若再这样口无遮拦 小心老娘直接废了你的第三条桶 女主一脸凝沉 龙涵宫此举无非就是想一件双雕 既不想让出九哥灰气 又想借机搞垮我们苏家 我这次可得小心应对 画面一转 养心殿内 龙涵宫眼神灵灵 苏小姐 正命你进宫半年 才几日的功夫就传出了你与那秦国质子的私情仪式 你可知罪 女主常态一口气 王上儿 臣女自进宫以来兢兢业业 尽心尽力服侍两位小公 哪还有心思与那秦国质子私 还望皇上明察呀 龙涵宫听完立马给王御狼使了一个眼色 王御狼立马会议 前几日服侍质子的几个太监和宫女向臣求助 说苏小姐想要杀他们灭头 臣今日特意将他们带了过来 皇上听完他们的证词就知道 王御狼内心暗道 楚九哥不过是我膝下的一条走口 今日我已派人将他沉入谷底 这次死无对震探你的苏苏还能如何脚辩 太监走上前说道 近日苏小姐的确与那质子白往北起 质子也经常出入苏 还经常从苏承相在屋内谈论事情 奴才也是无意中听到苏承相说 要把苏小姐嫁给臣 让质子归国后多多照顾苏家 女帝紧接道 有一日奴婢还见到苏小姐 在质子房中待了两个时辰 出来的时候衣冠不整 苏小姐还威胁奴婢要守口奴婢 不然就要灭了奴婢的口 女主心中怒火冬烧 楚九哥在宫中向来遭受欺凌 哪里还有什么随身伺候的太监和宫女 这两人明显是拿了王家兄妹的好处 龙涵宫突然质问女主 苏苏 人正在此 你可知罪 女主被王家兄妹污蔑叛国 孤立无援之下如何绝地反杀 龙涵宫听完宫女的证词之后质问女主 人正在此 你可知罪 女主从容一笑 皇上 我们苏家开国以来世代为相 这份赤胆中心 岂是几个来历不能的奴才能随意污蔑的 女主眼神凌厉看向太监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伺候秦国质子的奴才 那我问你们 质子宫门钱种的花是什么花 太监顿时变得芝芝乌 是 是 是牡丹花还有桃花 错 我当时为质子修起寝宫的时候 刻意叫宫人在质子宫内养殖菊花和莲花 菊花和莲花分别是秦国和秦国的薄花 寓意两国有异常存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是伺候质子的奴才 皇上 这个奴才的身份是真是假 自己也看到了 龙寒宫心中一阵阴沉 王家兄妹这一对蠢破 就是如此办事的吗 王玉郎王兰兹 你们作何解释 王家兄妹内心一阵发虚 此时楚九哥推门而入 参见皇上 苏小姐别来无恙啊 女主尴尬一笑 你好啊质子殿下 王家兄妹心中一阵发虚 这个楚九哥不是被我派人灭口了吗 怎么他还会在这里 王兰兹拉住哥哥的手 稳住不要慌 这个楚九哥向来懦弱 只要我们咬定那两个奴才是他的下人 他也不敢怎样 不料楚九哥先发制人 在下承蒙皇上多年照顾 半个月前苏小姐还特意为我修起起伍 照料在下已是起居 这一定是皇上您的安排吧 可是送给在下归秦前的剑行礼 楚九哥表面恭敬 内心暗笑 龙寒宫 难道你想让我当众说出我这个秦国质子在 庆国的待遇是十不果夫一不必挺 还受人欺凌吗 龙寒宫顿时心头一惊 楚九哥来庆国十余年 他在宫中的待遇振兴之不明 如今他主动给了台阶让朕想 朕倒是不得不想 楚九哥再次加满 在下对皇上的恩情运集于行 归秦之后 在下一定立刻派人为陛下送上两国的盟书 已去两国之友 女主在一旁煽风点火 皇上呀 我都是为了你好才去帮志子 你却冤枉我和他有私情 皇上你真的是个大猪体 龙寒宫内心纠结 接下来只要正配合楚九哥的这番说辞 便能全身而吞 你们两人究竟是在演戏 还是正错怪你们了 王家兄妹此时心惊胆战 这个楚九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的说会道 王玉狼一咬牙 皇上 明明就是楚九哥和苏苏有奸起 苏苏见不得他受苦 才拿你当幌子去照料他 其余四人顿时无语 这个憨憨脑真的不灵光 对贤外之音对他来说还是太高级了 楚九哥再次发难 指向一盘的两个母彩 圣上 敢问这两位是何许人也 怎么一直跪在地上 世子殿下 你可认识这两人 回皇上 在下不时这两人 不过前几日倒是撞见王公子和王小姐私下给他们立了请袋 或许是王公子和王小姐发善刑罢 王玉狼顿时乱了正经 胡说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不不不 不对 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两个奴才 黑的你冷静啊 放肆 王是兄妹施力于质子 陷害丞相之名 犯下弃军大罪 即刻打入大牢厅后发落 这两个奴才或乱恭维 压下去烈火封鼠 不要啊皇上 我还没当上皇后 我不能死啊 皇上 我们两人对您是忠心耿狗呀 救命啊 爹爹 楚九哥和女主相视一笑 龙涵公眼神顿时变得阴了 王家兄妹不过是一对草包 但是你们以为朕真的会相信你们的话吗 龙涵公突然起身 昨天夜里 二位身在何处呢 不好 难道皇帝知道昨晚我们在压压院的事情 喜当妈到底是什么感觉 女主已经开始发愁了 就在女主和楚九哥联手送走王家兄妹之后 龙涵公突然发难 我说两位 昨晚你们身在何处呢 不好 难道皇上知道了昨晚我们在压压院的事情吗 龙涵公一脸得意 今早正收到了一份秘折 有人看到苏小姐和质子殿下在烟花场所共渡一夜凉宵 苏小姐对此你作何解释呢 女主心猴一惊 若皇上昨晚提早在压压院安插了眼线 那就是铁证如山啊 我应该如何逆风翻盘 楚九哥款不向前 为皇上 昨夜在下同苏小姐在京城中最著名的女子行恶之地压压院 进门左转三楼最里面的包间共渡一晚 卧槽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 就算你想先发制人也用不着定位的这么精准吧 老娘的脸不要辣 此时还是处男之身的龙涵公一脸凶 啊真 成何体统的吧 龙涵公眼神逐渐灵灵 朕只是想借着秘者试探一下两人 郑派去的探者只打探到了他们在风月场所待了一夜 本来想要深入调查一下 不料被几名护卫拉了下来 难道苏中正还设置了暗卫保护苏苏 楚九哥满脸笑意 嘿嘿嘿 皇上误会了 在下只是感念苏小姐相助之恩 所以头气所好 在鸭鸭院设宴答谢而已 女主一口盐汽水喷住 我她娘的真是谢谢你啊 行吧 为了活命 这口黑锅老娘背了 哈哈哈哈 纯属个人爱好而已 不喜无喷 龙涵公心中的疑虑也被打消 也是若她和苏苏真有私情 也不会选在鸭鸭院这样的风月场所思维 既是如此 朕也不便追究 还望至此殿下归情后不忘在庆博的患难之情 往后庆情复会 以礼相待 皇上所言 亦是在下心中所想 楚九哥眼中暗藏杀意 总有一天 朕要将沁国踩在脚下 出了养心殿 女主刻意与楚九哥保持距离 我说苏妹 为何你离维兄这么远呢 女主刻意岔看话题 哈哈 没有啊 话说皇上居然同意放你归情了 我还以为他会找借口留住你呢 楚九哥突然将女主拥入怀中 苏妹你可知昨晚你将维兄弄得好 不如现在你跟维兄回到寝宫 维兄退去上衣 让你看看你昨晚的犯罪证据 卧槽 我颜王来锁命了 话说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昨晚叫得最大声的事你不是我 话说老娘都无常帮你开婚了 你还想怎样 女主一把甩开楚九哥 你最近老是对我毛手毛脚 我们可是结拜兄妹 这样像话吗 结拜兄妹是吗 这话从苏妹口中说出来 倒有点贼很猪贼的意思 楚九哥再次将女主摟入怀中 苏苏 无论如何 昨晚之事要是出了什么后续事件 比如说你肚子里有了动静 我楚九哥定会负责道理 女主顿时大脑当机 不会吧 难道我真的会怀孕吗 当纯情小狼狗遇上资深女海王 这画面真的不敢想象 女主与楚九哥激战一夜之后 楚九哥吓唬女主 若是你的肚子里有了动静 我楚九哥必当负责道理 不是吧 我可不想喜当妈呀 女主迅速稳住心神 用力甩开楚九哥的手 你想得美 谁要你对我负责了 不料楚九哥一个没账目 直接拉着女主一筒摔下 碰个一声 女主和楚九哥在线秘之体 女主顿时走神 楚九哥这个颜值和气质真是绝合 一看着颜值就是可以捧扫六个 不料女主顿时速碎口不踩 这个丫头 看到我的脸居然看错了 画面一转 楚九哥寝宫之内 女主正在更衣 楚九哥隔着沙连挑动女主 苏妹 需不需要为兄帮你更衣啊 看着女主曼妙的身姿 楚九哥顿时有点恍身 这丫头的身材真不错 如若他愿意 那无意 我换好衣服了 女主突然打断了楚九哥的思绪 换装后的女主让楚九哥更为惊艳 啊 我已没人为你放好了洗澡室 你沐浴之后再回府吧 达咪 女主一个后撤 你这家伙不会又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苏妹如果觉得自己沐浴麻烦 维兄完全可以带牢 那这 不太好吧 女主一脸嫌弃 鞭鞭细水的画面想想就觉得辣眼睛 我先走了 我爹还等我回家吃饭呢 女主转身离开 楚九哥突然抱住女主 小傻瓜 你后面还有一个扣子没有扣住吗 天哪 这个沙神皇帝居然为我扣扣子 难怪小说中的女主总喜欢圈养美男 被这样的美男伺候也真的太幸福了吧 女主看向楚九哥 话说你不用把脏衣服换下来吗 楚九哥双手一抬 那就有劳苏妹了 你再想辟吃 想要本大小姐给你更衣 你还早了一百年了 不料楚九哥突然报义 看看吧 这就是你昨晚的犯罪证据 妈操 刺激啊 呸 太羞羞了 我一个女孩子家家哪里看得了这些 女主瞬间合上楚九哥的衣服 然后继续装傻充愣 啊哈哈 看这个战绩 昨晚你应该是把鸭鸭院的美男都点了个遍吧 楚九哥一脸酸楚 这个丫头就是不肯承认昨晚的事情 真不愧是叱诈京城的情场保守 楚九哥一把抓过女主的手捂在胸口 看看这里 这都是你的犯罪证据 哎呀呀不要啊 这也靠得太近了吧 老娘都快过房了 话说女主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她呢 都快成分泉了 你看看你还想抵赖吗 这个手掌印和你的手完全吻合 你还有什么话说 切掌印吻合又如何 这就能说明是我干的吗 女主在楚九哥的雷区疯狂奔吐 我还说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女装大佬 你相信吗 楚九哥彻底爆雷 一把将女主甩到床上 既然是女装大佬 那我们就坦诚相见吧 你被四十米的大刀追杀过吗 女主这次是真的要惨了 就在女主骗出九哥说自己是女装大佬之后 楚九哥居然极限反杀 女装大佬是吗 那我们就来坦诚相待吧 楚九哥慢悠悠爬上床颜 老卫 那你不要曲解了坦诚相待的意思 女主回头看着楚九哥 九哥兄 我爹对我的感情生活极为明淡 你今月的作为如若让爹误会了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 哎呀呀 你个小丫头片子居然拿苏丞相来压我 楚九哥邪妹一笑 我们把误会办成正式了不就不是误会了吗 看着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还真是可爱 楚九哥一脸邪笑盯着女主 不料被女主的美色索了 大兄弟居然悄悄搭起了小帐篷 过槽 我得赶紧压枪 楚九哥顿时慌了正脚 一把合上女主的衣服 不好意思 玩过头了哈 抱歉抱歉 女主顿时起 他这个纯情处男一般的反应不对啊 难道他的那封信是在抠我吗 女主一个飞扑 楚九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不料脚下一滑 直接给大兄弟来了一个头锤 哦哦 正中把心 楚九哥的护卫突然推门而入 您叫我安排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 八草 苏苏你这个色魔 还给我一个冰清玉洁的主子 哎呀呀 老娘的脸面啊 我真的没脸见人了 女主刚想冲出门外 楚九哥一把拽住女主 天啊 你有完没完啊 你还想要干什么 楚九哥神情挑逗 不断将脸逼近女主 就在将药亲上的时候 楚九哥突然抓起地上的衣服 潇洒转身离开 今日就到此为止了 我说苏小姐 你还不回复吗 苏承向环在等着你呢 女主顿时火冒三丈 你小子是把我当猴耍是吧 搞得我怎么像给前短床的那种 女主潇洒起身 随手丢下一瓶金子 今天你表现得不错 这事也赏你了 楚九哥两人在身后尬在原地 子啊 他这是把你当成压压了呀 小野猫的性子就是爷 临走了还要反将我一拘 我说主子 微情之事已成定局 苏苏已然对我们无用 昨晚宁又并未和苏苏发生男女之事 为何还要设法让苏苏误会呢 楚九哥一脸玩味的表情 有趣罢了 画面一转 苏苏之外 女主再次从狗洞钻入 嘿嘿 爹爹此时应该还在内阁处理事务 火城鸡溜回房中就万事大吉了 身旁忽然传来魔刀的声音 你这么吵 是扇房的厨子准备杀猪做饭了吗 女主一个回头 阿草 爹爹你拿着这四十米的大刀是想干什么呀 老父亲扛着四十米大刀一脸和善 乖女儿哟 听说你昨晚和质子殿下在压压院待了你 这是不是真的呀 饶命啊爹爹 我是无辜的呀 人不风流往少年 这位老爹真的太会晚了 就在女主被扛着四十米大刀的老爹逼问时 女主突然灵机一动转移话题 早上在压压院遇到的那个男人 难道和老爹有关系吗 我说老爹 你年轻的时候 可有在百花楼之类的风月场所 做过什么风流运势 老爹顿时老脸一虎 啊呃 人不风流往少年 现在还小 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卧槽 难道老爹你还给我整了一个同风一门的兄弟吗 我说老爹呀 娘亲走得早 您这么多年来有需求我也理解 毕竟用手也无法彻底解决 但是你也不能被地里给我整出的兄弟姐妹来吧 老爹顿时信誓旦旦 那倒绝对没有 卫妇的安全措施一向做得很到位了 啊这 听你这语气感觉你还挺骄傲的样子 没有就好 看来是我多虑了 那个压压应该只是和老爹撞了 女主突然觉得哪里乖乖 措施 措施 安全措施 我昨晚和楚九哥可是真刀真枪的拼了一夜啊 完全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啊 画面一转 怀疑楚九哥是在骗我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采取点安全措施吧 喂 色魔酥酥 楚九哥的暗卫突然出现 一把将衣服甩在女主脸上 这是你刚刚在在主子那里换下的名字 现在还给你 天 真是脏了老子的手 你一口一个色魔 你爸妈难道没有教过你礼貌吗 哎对了 这家伙对楚九哥如此上心 或许能在他这里榨出一点有用的信息 女主顿时饮后上身 哎呀呀 方才狼中过来给我整来 说我现在已经身怀六甲了 真不愧是楚九哥 一枪中标 射得真准 到时我们一家三口齐了荣荣 这个酸菜鱼还是早点卷布盖走的吧 免得在这里又酸又菜又多鱼 哎呀呀 我不要啊 你根本就是在胡说 主子昨晚根本没有碰过你 定是你怀的别人的孩子 然后想让我主子来接他 挖草 说漏嘴了 原来如此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好好交代 不然我就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满身大汗的感觉 哎呀呀 不要啊 转眼来到第二天 今日刚好是苏苏的十八岁生辰 苏府之内冰棚满座 女主正在梳妆打烂 没想到楚九哥这个八个居然敢骗我 幸亏我机智 不然还真的上了你的贼船 叶荆棘突然推门而入 苏苏 生辰快乐 叶荆棘 好久不见 就在女主在准备十八岁生辰之时 叶荆棘突然推门而入 苏苏 生辰快乐 叶荆棘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 最近在忙什么呢 怎么你看起来有些疲惫 叶荆棘面露难色 匈奴再度进犯 我近日在营中操视军物 几日后便要出征前往幽云城驻守边关了 你是要离开京城了吗 边境才安稳了几个月 怎么又骚动起来了 叶荆棘眼含凶光 上次出征本已彻底击溃匈奴 奈何我这个主将被皇上裁 惨遭灭毒之祸 才给了匈奴滋长势力的机会 可怜那些驻守边关多年 为国军区的兄弟们 数十年的心血就这样白白断送 女主一脸心疼 将士们的阴魂与你不在 他们定会护佑你横仿千军 凄亏匈奴 说的没错 我叶荆棘一定要为庆国百姓 开辟万事之太平 叶荆棘的气货让女主放心一动 有一说一 叶荆棘这般铁骨铮铮的男儿 才是人间理想性 这可比娱乐圈雪秀节目里 出来的那些妖魔鬼怪 强了恩多的银河心 苏苏 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向你求婚 但是此次出征生死为我 我又怎敢误了家人的美好年华 叶荆棘黯然伤神 若是我出了意外 落下伤残甚至战死沙场 我又怎能为了一起私欲 而误了她的终身 叶荆棘拿出早已备好的清洁 先有国 后有家 待我大获全盛凯旋而归时 再来问你的答复可好 看着叶荆棘一脸真诚 女主顿时与赛 现在这个氛围好像不太好拒绝吧 女主一手抓过童清洁 我其实不想收下 但是为了给你的初征讨得好彩 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叶荆棘突然稳住女主的颌头 苏苏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 女主顿时一脸羞红 不知所措 一稳过后叶荆棘一油未尽 苏苏 我我我 我可以再亲一下吗 这 亲你的大头鬼子 你别太蹬鼻子上脸 叶荆棘突然一把搂住女主 苏苏 我还想 华草 你这家伙还想干什么呢 上一秒还海誓山盟让我方心一动 下一秒居然就太迷上身了 你可别胡乱躁动了 女主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 一把稳住叶荆棘 叶荆棘热烈的回应着女主 苏苏 你果然是爱我的 接下来的战况十分激烈 拱手双方互有往来 厮杀的惨叫声此起彼 此战可谓汗天洞地 酣畅淋漓 好了 大概只能说这么多 再说下去就要违规了 女主突然冷静下来 不对啊 我刚刚是想给叶荆棘一击断绝尊脚 怎么会突然扯下她的衣服 远主的声音悄然出现 嘿嘿嘿 被叶荆棘推倒 可是我毕生的梦想 我怎么能够放过这个机会呢 我去你大爷呢 居然敢控制我的身体 不要老是给我长麻烦了 此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苏苏 爹爹要进来了 什么 原来老丈人和女婿 还可以如此和谐 就在女主和叶荆棘 准备完成生命的大和谐时 老爹的声音突然从门外响起 女儿 爹爹进来了 等一下呀老爹 女主双腿蓄力 猛的一踹 欧立给 叶荆棘被女主的这一脚 直接镶嵌在了天花板上 女主顿时鼻孔吞血 这个视角看叶荆棘 就像希腊神话中 被献祭给天神的美少男了 此时老爹刚好对门而入 女儿呀 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身后的叶洛英东张西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女主一脸尴尬 爹爹啊 你是有什么事找女儿吗 苏苏啊 听叶小公子说你突然身体不适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身后的叶洛英神情紧张 是 是啊苏苏 你好点了吗 房顶的叶荆棘心中一惊 难道成像是被洛英叫过来的吗 此地真的不宜久留 女主和叶洛英四目相对 想必是洛英故意为之吧 没想到小乃狗还有这样的心机 就在房内的三人尬在原地的时候 房顶的叶荆棘瑟瑟发挡 哇草 要掉下去了 老爹突然捡起地上的木屑 哪来的木屑 哎呀呀老爹啊 你快去迎接客人吧 兵客都还在等着你呢 快走快走 叶荆棘突然从天而降 救命啊 苏苏你快接住我呢 哇草 妖兽了 叶将军你光着膀子钻到屋顶干什么呀 修空调吗 只听喷的一声 叶荆棘稳稳落入老爹的怀中 这充满激情的一幕十分撩人 房内的空气瞬间变得尴尬 堪称大型射死现场 哎呀呀完了完了 我这次真的要生日变成忌日了 老爹你可要手下留情了 只见老爹缓缓放下叶荆棘 哎呦呦 是叶将军啊 你可吓了老夫一跳 不是吧阿瑟 丞相大人您先行 阿瑟 老爹居然对叶荆棘如此引起 难道老爹有求于叶荆棘吗 叶荆棘此时也是一脸疑惑 洛英啊 莫非你现在还对苏苏念念不忘吗 我的傻弟弟哟 这可叫老哥如何是好啊 话明一转 宴会厅内 女主此时一脸尴尬 我说老爹 这是什么情况 只见四位男主工作一起 苏苏生辰快乐哦 我说老爹啊 你把他们四个全凑到一桌了 就不怕出事吗 女儿啊 这是他们自己非要坐过来的 总不能赶人家走吧 阿瑟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对四个人只要凑一堆 总会发生不小的事情 老爹突然扛出一坛老酒 这是小女出生那年 老夫命人在后院的桂花树下 埋下的女儿 今日特意挖出来招待各位 当年一位大师曾预言过 说小女未来的夫君 可是一位谦卑不醉的高人啊 什么 谦卑不醉 我们干了你随意 来人啊 拿酒来 这就是男人喝醉后的借口吗 女主算是见识到了 就在女主的生辰宴上 老爹拿出珍藏了十八年的女儿户 曾经有一位高人说过 苏苏未来的夫君 可是一位谦卑不醉的男子 什么 谦卑不醉 干了兄弟们 今天不横着出这个门就不算男人 小奶狗轻喘一声 率先挑起战断 这小杯喝着毫无兴趣 男人啊 给我换成碗 要大碗 何必用碗 太费事了 真男人就是要拿壶罐 这样才是最痛快的 来呀 上台 好爷好爷 师父太带紧了 师父加油啊 你们都是女人吗 居然用弹子喝 有种直接对钢吹 玉钢的钢 来呀 谁怕谁呀 不服来干 谁投降谁是小狗 妈操 你们不要乱来呀 不要把我的生日party 变成大型啤酒现场了 万一他们喝醉了受性大发 老娘岂不是要重蹈覆辙 此时场面已经完全适口 三位男主的个面带桃花 黄饮不止 是要在酒桌上一绝高下 唯独夜荆棘化风清奇 真的抡起酒钢对钢吹 别人是一绝高下 他是既分高下 也绝生死 我说你们要拼酒 就会自己府上拼酒 不要在我苏府宝事情 老爹你不阻止他们真的好吗 八草 老爹你这是什么酒量啊 你那个酒杯 连一口唾沫都装不下呀 你就醉了 女主顿时感觉身后阴风阵阵 这熟悉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难道又要发生那样的事情 四位男主在身后目光 灼热的盯着女主 感觉像是要将女主 彻底生吞活泼 不要啊 老娜这十八岁的较弱身体 可顶不住 画面一转 不料医圣直接将其他三人绑了起来 真不愧是师父 真是救徒儿于水火之中啊 不料医圣一把拽过女主 酥酥 为师 不要啊师父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算是我的爸爸呀 这是你可不能干啊 医圣欲发报警女主 不而莫怕 为师是个温柔的男人 突然一颗石子飞来 正中医圣脑门 哥哥 干得漂亮 叶荆棘心中暗道 奇怪 刚才砸中医圣的那枚石子 并被我投出的这颗 到底是谁偷袭了医圣 可恶 这绳子不愧是天下盗门特制的材料 恐怕连十个我都未必能弄断 叶荆棘用力挣扎 小奶狗顿时一阵娇准 不要啊哥哥 好疼 别动了哥哥 真的好疼 抱歉洛英 哥哥没有注意 我换个姿势 叶荆棘向太傅方向挪动 右手突然摸到一个把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绳头吗 叶荆棘用力一扯 啊 啊草 别扯了 要断了断了 疼疼疼 叶荆棘 光天化日之下 你居然对本住行为俗之时 叶荆棘把手在太傅的衣服上擦了擦 随后一脸嫌弃 十五厘米不到 我去你大爷的 扯完我的肩 居然还用我的衣服擦手 你欺人太甚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误会而已 还请太傅不要自作多情 怎么样 还想干架呀 来呀 谁怕谁呀 无情最适帝皇家 这句话真的太现实了 就在叶荆棘和太傅 因为扯淡的事情 争执不休时 小奶狗却生死力竭 哥哥 太傅大人 你们不要再加剧绳索的摩擦了 好疼啊 我受不了了 一旁的女主则是扶女之心大作 哎呀呀 这可真让人受不了 所谓两宫相遇必有一兽 这画面太美了 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女主强行忍住喷涌而出的鼻息 今天可是我的生日 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喷喷两声 叶荆棘和太傅头顶大包 老虎不发威 还真当我是病猫啊 突然一个醋鞠 滚落到女主脚下 苏姐姐 我们一起玩醋鞠好不好 哎呀呀 老娘这个慈母之心啊 简直无法拒绝如此可爱的小朋友啊 画面一转 一注相过后 四名男主逐渐酒醒 地旁的吃瓜群众听风就是雨 我方才看到苏小姐手拿绣球 是不是要抛绣球选夫君呢 什么 抛绣球选夫君 那还不快冲 这是怎么能少得了我的 此时女主还在和小屁孩玩醋鞠 男主们顿时从旁杀出 这是我的绣球 你们都给老子滚开 我要入坠苏府 允许白富美 当上CEO 走上人生巅峰 这碗软饭老子就是要硬吃 一旁的女主顿时无语 这又是在整哪一出啊 醋鞠被男主们彻底撕裂 一下子分成六份 四位男主各抢到一份 太好了 我终于抢到一份了 宫中的一只老鹰也乘机叼走了一份 老鹰飞回草原之上 手拿醋鞠碎片的涂鞋一阵狂喜 黑风 这就是你从苏苏那里打探来的情报吗 看来我和苏苏真是命中注定啊 叶荆棘一脸疑惑 奇怪 绣球怎么突然少了一片 还有中间的球体跑到哪里去了 此时龙涵公突然帅气出场 不料当场被绣球呼了一脸 八草 为啥绣球最后砸中的是这个男人啊 不应该啊 画面一转 书房之内 龙涵公一脸不爽 苏爱卿你身为三朝元老 为朝廷效力的同时也该管管府中内务 女主和老爹磕头入捣算 还请皇上恕罪 话说近日太后为朕选妃 女主顿时心头一惊 不好 看来龙涵公是在暗示向老爹提醒 只要将我那位妃子困在宫中 从而来牵制老爹 龙涵公内心一阵阴沉 苏苏 这是朕给你的最后机会了 你是要嫁给朕 还是要等着被杀 你只能二选一 回皇上 进来边疆战士吃鸡 妇如让臣女附送粮草 随夜将军前往幽云城 为守卫边疆太平出一份力吧 女主内心一阵阴沉 京城中耳目众多 等我到边疆前心钻研读术 等我学成归来定要你好 龙涵公缓缓起身 既然如此 那苏苏你可要用心不送粮草 不要叫朕失望 龙涵公内心暗道 也以为你逃到边境就安全了 朕本想与你素双素双飞 而今你只有死路一条 朕与南平已经设好陷阱 等你陷阱 长得这么帅还这么会撩妹 哪个女孩子顶得住啊 就在皇上任命女主 不送粮草前往前线之后 苏府的女币可算忙坏了 快快快 打能班的都给我班上 一定不能让大小姐在路上受一点点苦 女主一脸无奈 我这是要去前线打仗 不是要去夏威夷度假呀 这是干啥子了 心里空落落的女主独自跑到后花园散步 最近心里总有一丝说不出的不安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昨天爹爹还特意交代 皇上和太傅已经将我们苏家视为眼中钉 让叶荆棘借出征的机会 给苏家打造一支私人军队防身 女主一把躺在草坪上 看来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凶险了 怪不得老爹最近对业荆棘这么殷勤 原来是有求于人家 苏妹 好久不见 啊哈 楚 楚九哥 你换发行了呀 我明日就要归秦了 如今又是秦国的太子 自然要换回秦国的发际和服饰 话说你找个服饰好生眼熟啊 苏妹有所不知 这可是苏妹招亲绣球的最后一款 我拿来做成荷包了 不是吧 我生日的时候你明明没有过来 生日宴上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楚九哥心中暗笑 归秦之前朝局风起雲涌 我只能在苏苏的生辰宴上远远观望 还用暗器打晕了想要侵犯苏苏的医生 没想到苏苏的命中居然有这么多男人 楚九哥一把将女主搂入怀中 听说你要去幽云城护送粮草了 走开走开 还不是那个龙寒公向我爹爹逼婚 我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楚九哥一脸不爽 没想到这个龙寒公也基于苏苏 真是防不胜防 话说苏妹去边疆究竟是为了躲避龙寒公 还是想和叶荆棘单独相处呢 啊哈 你又不是我爹 我干嘛要试试向你禀报呢 你可别告诉我你吃醋了哟 好你的丫头 居然敢挑衅我 楚九哥突然扑向女主 对着女主的脖子就是一顿猛多 女主脖子上赫然被种下一颗草莓 楚九哥你疯了吗 究竟想要干什么 楚九哥一把将郡主翻了过来 没错 我就是吃醋了 你乖乖交代你究竟为何要去边疆 如果不老实交代的话 为兄可是要打屁屁的 挖草 你你 你个老变态 你是什么时候对老娘动了贼心的 你不要过来啊 此时一名刺客突然出现在楚九哥身后 受死吧 不好 有刺客 楚九哥一伸挡刀 一把将女主布在身下 刺客一箭刺空 仅是擦伤楚九哥的手臂 楚九哥翻身过后抽出佩刀 来者和人 无奈王家死士 你们这对狗男女害的少爷小姐双双入狱 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 楚九哥暗卫从旁杀出 刺客见状溜之大吉 留活口 势必要问出幕后主使 女主看着楚九哥的伤口一脸心疼 谢谢你救了我 之前一直觉得楚九哥把我当成一枚妻 没想到紧要关头居然毫不犹豫的一身相骨 楚九哥胸口顿时一阵脚头 不好 笔手有毒 什么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楚九哥 三个美男争相求爱 这样的待遇谁不想要呢 就在楚九哥撩拨女主之时 突然被刺客一刀划伤 不好 我的胸口好痛 笔手上有毒 女主一把拉住楚九哥 你可不能死啊 快到我的闺房里面 我给你研制解药 何必那么麻烦啊 你不就是我最好的解药吗 楚九哥一把稳住女主 两人瞬间面带桃花 随着楚九哥用力瞬息 女主愈发觉得窒息 我去 这是中毒之人该有的力气吗 女主一摸出九哥的脉象 大爷呢 居然又坑我 你把老娘当成老六了是吧 哎呀呀疼疼疼 我再也不敢了 黑黑黑家人近在眼前 身不由己吗 话说此地不宜久留 我需尽快赶回秦国 素妹你出征之日为兄是无法相送 不如现在就给维兄一个灵蝶的抱抱吧 啊这 她当当为了救我而受伤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她 女主瞬间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抱抱机器人 嗯嗯对对对 抱完快滚吧 这丫头居然如此酷炎 不过苏苏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总有一天 朕要将整个中原收入囊中 而你也将成为我出九哥的皇后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画面一转 出征之日 夜经急身踢战甲 威风凛凛 城中百姓家道相送 夜将军威武 您一定要扫平匈奴 故我庆不安宁 我们都等着你得胜归来 随大军出发的还有一辆马车 马车之内小师兄狂吐不止 我说师兄 实在不行你还是回京城吧 不行不行 师父现在闭关修炼 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 一旁的小奶狗一脸猝硬 一把抓过小师兄 你的枕头在这边 不要趁机开酥酥的油 哪知 不太好吧 话说洛英你怎么也随军出征了呢 哥哥说不放心我一个人留在京城 就顺带我随军出征了 毕竟他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 女主转身走出马车 师兄 我给你拿点粥暖暖胃吧 叶荆棘伸出双手 我抱你下来 小心别被磕到了 怎么样 现在你会不会很累 要不要我给你煮点粥暖暖身子 女主顿时一阵羞红 还 还好啦 没想到这个冷面将军温柔起来 还是真的要命了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南 南平 你怎么来了 太傅南平春风得意 在下乃朝廷派过来的监军 还望叶将军多多指教 小徒弟一口吐在南平的头上 我去你大爷呢 老子的帅气出场都让你给吐没了 画面一转 小戏旁边 太傅一脸郁闷的洗着衣服 不生气不生气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饮 必先苦其心智 女主突然冒冲 太傅大任 要不要我帮你洗衣服呀 呵呵 苏苏 我这一生阅人无数 唯独至今没有看透你 我也不想与太傅为敌 若不是我们立场不同 或许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南平突然一把稳渡苏苏 如果你不是苏大小子 或许我们真能成为智友 不过我终究还是更爱权力多一些 太傅潇洒转身 心中一阵不舍 这一吻 就算是杀你之前的践行吧 为了帮未来小叔子取暖 你会选择牺牲自我吗 就在女主和太傅在小戏边 推心致富之时 太傅突然一个强吻 苏苏 如果你不是苏丞相的女儿的话 或许我们能发展为亲力关系 这一吻 就算是杀你之前的践行力吧 此时女主能在原地 不是吧 怎么我又莫名其妙被亲了一下呢 女主回到马车之内 师兄 你好些了吗 我给你拿了一点吃的 小师兄顿时警惕起来 师妹 你身上的味道不对 什么味道 没有啊 随着一声思念 拉马车的马匹突然暴躁起来 飞奔而出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好 前面就是悬崖了 苏苏 叶荆急大吼一声 一旁的男平则是一脸阴沉 就此告别吧 师妹 有人在你身上撒了湿神伞 马儿闻到之后就会发疯的 到底是谁暗算你啊 女主心头一惊 难道是刚刚男平亲我的时候下了手 此时叶荆急骑马飞奔赶上马车 洛英 苏苏 你们快点跳车 前面就是悬崖了 苏苏你快跳下来 就算你残废了我叶荆急照样娶你 哇哇哇我做不到啊 这个车速太快了 我害怕呀 轰轰一声 失控的马车掉落悬崖 苏苏 千军一发之际 叶荆急双手持剑插在地上 将马车将绳系在腰间 凭借一己之力竟活生生将马车拉平 叶荆急你不能这样 你会被绳子活生生威死的 龙寒公 南平 没想到老娘竟会死在你们手上 突然一把飞镖一闪过 切断了马车的缰绳 啊不要啊 不 苏苏 不要啊 随着一声巨响 马车彻底落入悬崖 叶荆急瞬间心如死灰 沉默不语 一旁的南平藏起飞镖 心中一阵失落 没想到苏苏最后竟是死在我的手里 画面一转 悬崖之下 大难不死的女主拼命和喜 糟糕 这是伤到内荡了 好你的太富难平 好得很 真不愧是皇上身边的忠臣 本以为我们可以和谐相处 现在想来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只要我有丞相之女这一身份在 他就无时无刻不想要我的性命 我真是太傻太天真了 女主一个转身 洛英 师兄 你们都还活着吗 好歹我也是个修道之人 没你们两个伤得那么重 我已经给你们两个喂食了有起死回生之孝的回魂蛋 你们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怕引来刺客的追杀 这该如何是好 女主看着小奶狗一脸心疼 可怜的洛英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叶洛英此时浑身颤抖 酥 酥酥 我好冷 嘿嘿嘿 师妹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如果你现在和叶公子 嘿嘿嘿懂了 可以让叶公子的身体发热 阿草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竟然还想着这种事情 你脑子里装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 哎呀呀 疼疼疼 这不都是为了救人吗 我也别无他法 你的老六 洛英现在都伤成这样了 他哪里还有力气打钻啊 小师兄顿时一脸清纯 你少谋我了 我早就在小本本里面看过了 女人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完成很多事情 现在叶小公子 能不能得救就看你了 我发誓我不会偷看的 一定肯定必定 绝对也许不会偷看的 嘿嘿嘿 小奶狗突然一阵咳嗽 好冷 我好冷 洛英 对不起了 为了救你 我只能这样做了 女人不狠 江山不闻 得罪这个女人真的太可怕 这个女主为了拯救小奶狗 而准备现身 来吧洛英 让我们一起来钻目取火吧 朦胧之中 小奶狗感觉一阵阵的热浪 朝自己袭来 怎么回事 这吃热的感觉 让我难以自拔 睁开双眼的小奶狗一脸惊讶 自己仿佛沐浴 在灿烂的花海之中 女主一脸媚态地看着小奶狗 苏苏 我们不是跌落悬崖了吗 难道这里是天堂吗 别说话 吻我 女主这一脸的羞红 让小奶狗情不自禁 苏苏 我很早之前就想这样做了 接下来的剧情 由于太古无聊 我们直接跳过 我说你快醒醒了 别再装睡了 没想到和小奶狗 坦诚相待的竟然是小师兄 一旁的女主则是一脸坏笑 嘿嘿嘿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不是啊师妹 明明你能用一炷香的时间 让他全身暖起来 干嘛要费了我一个晚上的精力呢 小师兄 昨晚我们可是说好的哦 只要你能救了洛英 这次回京之后 我会瞒着师傅给你嗨 一张百花楼的至尊VIP贵冰桃 小奶狗醒过来后 与小师兄四目相对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啊 小奶狗掀起被子后瞅了一眼 转过身后轻叹一声 哎 小鸡卓米 我去 你搁这侮辱谁呢 老子怎么说也是雄鹰展示啊 此时一旁的女主 却研究起了山洞中的药草 苏苏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按照毒精的指示 试着做一味防身用的毒样 装周碟 什么 装周碟 天哪师妹 这可是上等的装周碟啊 原来你制毒的天赋如此惊人 这已经不是祖坟冒青烟了 这是把祖坟盖在火山口啊 直接爆了 哈哈哈哈 原来老娘还有这样的天赋啊 看来穿越过来之后 还是有点收获的嘛 女主顿时变得一脸阴沉 龙寒宫 南平 这次你们要是没能弄死我 乌奶奶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 咱们可以给他们下脱发药 让他们变成中年地中海 然后再给他们胡上风胸膏 让他们变成三十六岩 简直比哈密瓜还大 啊对对对 我们还要偷偷给他们下催情散 让他们灵异结合 还有增肥膏 早些啊 想想就过瘾了 一旁的小奶狗瑟瑟发抖 我去 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毒气吗 山洞外面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 女主掏出药丸给他们服下 先服下妆周碟的解药 估计是刺客追杀过来了 嘿嘿 终于让我们找到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小奶狗和小师兄一把挡在女主身前 女主力声喝倒 到底是谁派你们过来的 是太傅男平吗 既然知道了 那你还问什么问 今天就让小爷好好享受一下 你这位大小姐吧 女主冷笑一声 将手中的毒药一把洒出 谁灭了谁还不一定呢 并教你究竟有多可怕 真的会让男人瑟瑟发抖 就在追杀而来的刺客 想对女主下手之时 女主从手中洒出一把粉末 嘿嘿 千里迢迢赶来送死 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好 这些粉末有毒 刺客们应声倒地 女主三人则是趁机捡装备 我们快离开这里 可能还有别的刺客会过来 突然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 女主瞬间倒闭 不好 昨晚通宵制毒 现在身子撑不住了 苏苏 你没事吧 画面一转 战场之上 此时叶荆棘已是遍体鳞伤 苏苏 你到底在哪里 叶荆棘 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我们快离开这里 去死吧 敌军的士兵突然从身后冒出 叶荆棘转身护住女主 却被一刀贯穿 不要啊叶荆棘 女主猛地睁开双眼 苏苏 你是做噩梦了吗 洛英 女主顿时愣了一下 原来刚刚是做梦 不对 也许不是做梦 之前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这次龙寒公敢对我下杀手 必定是蓄谋已久 叶荆棘此次出征 多半是要内外受敌 凶多吉少 或许连爹爹也遭到了他们的毒手 洛英 现在我们是在哪里呢 在你晕倒之后 我们就逃离了山洞 就在我们山穷水尽之时 被两个清夜村的村民所救 但是紫啸药师的身份 不小心被村长轻视发现 他就将我们囚禁在这里当药奴 每天一百包药剂 要我们不眠不休的配碗 小师兄一脸焦急 他们还抢走了 我身上的药精和毒精 这两本秘籍药师 落入这种人渣之手 往后毕生霍乱了 突然有人推门而入 村长轻视和他的女儿一脸尖笑 洛英女婿啊 你赶紧收拾一下 明天就和我的金儿拜堂成亲了 拜堂成亲 洛英你难道是以成亲作为条件 才让他们救下师妹的吗 小奶狗一脸不干 你说的没错 村长一脸名相 洛英你就来当我的乖女婿 小娘子你就嫁给我当小妾吧 至于你这个药师 就一辈子留在村里当药奴 你休想 小师兄突然扑向村长 不料被村长一拳干干 不知好歹的东西 你们住手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你们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 算你小子实相 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村长女儿一脸温柔 洛英哥哥 那我们明天见哦 不料回头之后一脸病交 洛英哥哥的魂 都让那个狐狸精勾走了 还敢诱惑我爹 想抢走我娘的位置 等我和洛英哥哥成婚之后 我就第一的拿这个贱人开刀 至于那个黄毛小子长得还不错 就把他设为玩物了 等他助我学透药精和毒精之后 我就是天下第一毒后了 到时整个天下都是我清静的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村长轻视真的太猥琐了 不但要逼迫小奶狗 和自己的女儿成亲 还要将女主那为小妾 叶洛英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明天就是成亲之日了 可恶 之前的庄周蝶只是出击毒药 不足以对付青石和他的狗腿子们 他们抢走了毒精 现在让我们束手无策了 苏苏 交给我吧 之前我翻阅毒精的时候 已经不知不觉记下了所有的制度配方 就让我来辅助你吧 哎呀呀 洛英啊 原来你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领 你何止是学霸 简直就是神童啊 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次就要让那对人渣妇女知道 把两个毒师和一个伯笔机关在药房里面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画面一转 已到成亲之日 青叶村的祠堂之内熙熙攘攘 听说新郎官是被村长挟过的 真是造孽啊 此时青石妇女满面红光 嘿嘿 只要女儿娶完叶洛英 我就将小娘子纳为妾室 快的话今晚就可以洞房了 叶洛英身穿红袍走入祠堂 青石 要我和你女儿拜堂成亲可以 不过你让现场的村民都各自回家吧 我不喜欢吵闹 呵呵 那感情好啊 老子正好把半九席的钱剩下来 留着给我的小娘子置办一个宅院 你们这些刁民都给本村长滚吧 我去 这青石武士多了居然还要耐起 真是不要脸 人群散去之后 女主拿出藏在袖中的香炉 置办宅院就不必了 你还是把钱留着给你自己买口棺材吧 女主大手一挥 毒气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凭空出现的蝴蝶瞬间将村长集气狗腿子吞噬 村长青石突然发疯 对着女儿一顿抱锤 这个小贱人 居然敢偷老子的钱 快给老子全部吐出来 是最痛恨的仇人 自相残杀到最后一口气 这也算是恶人有恶报了 女主转身脱下叶洛英身上的婚袍 快把这个衣服丢掉 太不吉利了 我们洛英以后要娶的女子必定是贤良淑德 秀外惠中 这次的婚事就作废了吧 叶洛英心中一阵苦涩 苏苏 一直以来我最想共结脸里的人 就是眼前的你啊 洛英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哥哥可能要出事了 我们得回军营助他一臂之力 不过你将军之地的身份实在不好隐藏 不如先到白马寺住持那里避一避 顺便也帮我打探一下苏家现在是什么局势 叶洛英一脸不舍 苏苏 我又何尝不想留在你的身边保护你 可是为了避免叶家被灭门的惨状再次出现 我必须暗中为哥哥和叶家周旋筹谋 这是我昨夜凭记忆复抄的毒精 你们此去军营必定步不惊心 有他傍身也可化险为你 洛英 这是一些干粮和路上必备的药剂 你一路往东走就可抵达白马寺 路上妾要小心啊 告别叶洛英之后 女主一脸凝沉 太富难平 这次我定要你付出代价 女装果然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真的太刺激了 告别叶洛英之后 女主和小师兄刚走出青叶村 村民们飞奔而来 狐仙娘娘息怒啊 老婆婆一把抱住女主大头 狐仙娘娘啊 一切都是轻食的错 请您不要再施展那个紫色蝴蝶的法术 降罪于其他村民啊 什么狐仙娘娘 难道是昨天我放毒的场景 被哪个村民看了吗 以额传额以为我是会法术的狐仙 女主和小师兄一脸阴险 嘿嘿嘿 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 坑他们一笔 两人瞬间隐蔽上身 上天有好生之德 本罪已经三百年不食人肉了 看在之前村民救了我们一行人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你们吧 哎呀呀 大慈大悲的狐仙娘娘 往后我们每逢初一十五 必定给狐仙娘娘上宫 还请狐仙娘娘保佑青叶村世代平安 不必如此麻烦 如今我沁国边界战乱 生灵涂炭 你们其中可有人愿意做我和药师的学徒 随我们一同前往军营救死不伤 其功累得 感兴趣的人可以到药师大人那里报名 哎呀呀 狐仙娘娘真是大恩大德 不但能和药师大人学习医术 还能做狐仙娘娘的徒弟 真是太好了 女主心中暗息 行军打仗 军医可是最为珍贵的资源 若我和师兄能够借机组建一支医疗军队 那这便能成为我日后最有分量的筹码 小师兄过来报道 狐仙娘娘 队伍已经集结完毕了 女主大手一挥 向幽云城进发 救死扶伤 龙寒功 南平 此次我涅槃重生 必定要而等付出代价 画面一转 巡影之内 叶荆棘在刚刚抵御匈奴的大战中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 叶将军 你不能死啊 沁国的边疆需要你 振兴叶家也需要你啊 叶荆棘缓缓缓睁开双眼 苏苏 你究竟在哪里 此时女主带着众多村民抵达军营 我叫苏红 我们一众医师看到镇上贴的告示 说军队里急需医生治疗叶将军 可否让我一试 士兵们顿时炸开了光 居然有这么多医师投奔的 叶将军有救了 军营里受伤的兄弟们有救了 女主暗中窃喜 我猜得没错 医师果然是军营里面最稀缺的资源了 身后的女装师兄一脸羞红 苏妹你是魔鬼吗 你自己吃一荣丹就算了 居然骗我吃下了转性丹 让我做你的丫鬟 嘿嘿士兄 你一定会慢慢爱上女装的 毕竟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往后你会感谢我们 这不都是为了防止被男平认出来吗 雅灭蝶 你的恶魔酥酥 人家的心里好羞羞啊 要是人家以后真的变成女装大佬 那该怎么办呀 此时叶荆棘的副将飞奔而来 苏红大人 请您赶快救救我们叶将军 他已经危在旦夕了 什么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就在女主带着众多衣食赶到军营的时候 叶荆棘的副将留刀子飞奔而来 红苏大人 求求你快救救我们叶将军吧 他真的快要不行了 女主心中一惊 什么 叶荆棘不是撞得跟头牛一样吗 怎么会突然这样 难道这次他受到了致命伤 还请副将大人速速带我去见叶将军 当女主见到叶荆棘的时候 叶荆棘已经奄奄一息 旁边的副将悲痛欲绝 我们叶将军这段日子真的太苦 苏小姐和叶小公子坠牙的事情 对他打击很大 他本想亲自去寻找 无料匈奴的攻势却越来越猛 皇上派来的监军又总是死犯了 可怜我们叶将军杀场无敌 这次却中了自己人的案件 还挨了匈奴人一刀 叶将军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小师兄看着叶荆棘的伤势 这伤我们能治 但是叶将军失血过多 除非把他身体里面的血液补足 否则难以熬过今晚 女主当机立断 内便缝合伤口与失血同时进行 子儿 你快去准备能低血认清的药水 副将大人 你去找一些健康壮瘦的士兵 谁的血液能与叶将军的血液 在药水里面相融 就把他们带过来 剩下的人准备缝合伤口的器材 我们这就给叶将军紧急治疗 留副将眼神灵力 刚刚还不太确定 但是现在根据他看叶将军的眼神 可以断定 这位红苏姑娘应该就是 坠落悬崖的苏小姐了 来人啊 快按照红苏姑娘的吩咐去办 不要耽误时间了 女主一边挤着绷带一边碎碎念 你呀就是太正直了 才会中了龙寒公和男皮的暗算 之前都被灭足了 怎么还是不长激性呢 不料昏迷中的叶荆棘竟突然落泪 嘴里还不断念叨 苏苏 我对不起你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女主鼻子一酸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你哪里有对不起我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来吧 快把这不要喝下去 待会你还要做大手术呢 眼看叶荆棘无法吞咽 女主一脸焦急 随后将药水含入口中 如今也只能用嘴都要了 叶荆棘 你可一定要撑下去啊 女主随后对伤口进行了紧急缝口 看着叶荆棘身上致命的刀伤 女主又是一阵心疼 刘富将 我要你找的那几个 能与叶将军血液相容的士兵找到了吗 刘富将顿时一脸严肃 我实在不忍心 给胡仙娘娘献祭叶家军的儿郎 这两个是匈奴俘虏 可以用他们的血献祭吗 啊这 我只是要给叶荆棘输血而已 不是要献祭啊 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女主拿出银针一脸银血 两位大兄弟 就借你们的血来用一用了 挖草 这个女人要吸干我们的血 给叶荆棘献祭了 救命啊